后妈从楼梯上摔跤流产 我被罚在雪地里跪 一天一夜被当成扫把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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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我身上 一脚深一脚浅地朝车上跑 肃宝 再坚持一下 苏毅深哑着声音 不要睡 肃宝 你一下小舅就好不好 肃宝 我已经晕了过去 苏老爷子微微颤颤地冲上来 看着苏毅身拢起的衣服 着急问道 怎么样 苏毅身着急 快 去医院 去医院 苏家众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立刻上车去医院 此时收到消息的林峰才急匆匆下楼 脸上还压抑着一丝狂喜和激动 原来刚刚苏佳人冲进来的时候 被门卫拦住 苏毅成直接爆出名讳 门卫连忙去通报林峰了 绞尽脑汁想着 怎么跟苏佳搭现的林峰一听 还以为自己在做梦 虽然不知道苏佳为什么突然来了 但不管怎么样 只要来了 她就有机会 林家有救了 突然林峰想起什么 立即转头 对一个庸人说道 那死丫头还跪在院子里 立刻把她给我赶出去 这个小扫把心 磕死自己的亲妈 现在又磕得她公司即将破产 好不容易能见到苏佳人 林峰绝不允许她冲撞了贵人 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 林家人都没来得及反应 匆忙下老的林峰 并没有看到苏毅身把素宝抱走的一幕 他看到门口的苏毅成准备上车离开 立刻跑上去 哎呀 苏总 林峰满脸堆笑 什么风把您挂来了 您大驾光临 我林家旁必生会呀 林峰说话的功夫 说到消息的林老爷子 林老夫人和那些庸人们都出来迎接了 一个个脸上对着热情的笑容 看着眼前面色冷煞的男人 他们只差每把腰弯成90度 苏毅成 苏是家族的现任掌门人 苏是集团说一不二的冷面总裁 苏家是京都四大家族之一 谁不想巴结讨好 可这种底蕴深厚的真正豪门 不是想见就能见的 苏家人低调神秘 外人只知道苏家有八子 嫌少有人见过他们 也就只有苏毅成还偶尔出现在财经新闻头条上 因此林家人才能认出 苏总 里面请里面请 外面天寒地冻得多冷啊 若您不嫌弃还请到寒舍一座 林老爷子热情的邀请 对对 里面请 喝杯热茶 林峰也对笑 面对货真价时的传闻级人物 他们恨不得化身舔狗 林家的危机 对于林家来说是灭顶之灾 但只要苏毅成一句话 林家就能立即起死回生 说不定还能成为京都前十强 苏毅成面无表情 眼神犀利地打量林峰 这就是苏保的父亲吗 他眼底脸上没有一丝多余的表情 韩生说道 林家 很好 说罢都不屑再多说一句 上车走了 林家人一脸猛逼地站在原地 内心茫然又惶恐 林老夫人说道 苏总说我们林家很好 是在夸我们吗 那是不是他要帮我们林家啊 林老爷子眉头紧锁 苏总的脸色可不像是夸我们的样子 林峰叫人来问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当听到苏佳人起初动 把苏保接走了 一个黑衣男人还脱下衣服 把苏保抱在华里 自称是苏保的小舅舅 林峰如遭雷劈 刹那间忽然想明白了什么 苏佳有八个儿子 一个女儿 其中那个女儿从小身体不好 从未在世人面前出现过 这么说的话 四年前他捡到的那个女人 就是苏佳最珍视的 唯一的女儿 反应过来的林家人懊恼不已 后悔得想吐血 林老夫人嘴唇哆嗦 竟然是苏佳的孩子 快快 我们去把苏保接回来 早知道这样 他们怎么敢让苏保跪在雪地里呀 都恨不得当祖宗供起来好吗 林峰也后悔极了 想起自己打了苏保 莫名开始不安 他烦躁地吼道 怎么接 现在是我们想接就能接回来的吗 林老爷子眉头都快凝成了一个结 沉思了一下说道 我们多少都是苏保的亲人 亲爷爷 亲奶奶 苏佳再怎么震怒也不能否认这个事实 再说了 他害得亲心流产 这个也是事实啊 他们不过是在教育他 以免他变成骄纵蛮横的小孩 只不过林峰太过震怒 不小心下手中了一点点而已 林家人觉得这件事完全可以解释清楚 只要解释清楚 那么以后就是大富大贵等着他们了 苏佳人接到苏保后没有回京都 而是立即赶往最近的医院 南城最好的医院里 向来清朗的顶层VIP现在一片忙乱 没有一个人敢大声说话 只有机器滴滴滴的声音 医生护士快步来回的声音 让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苏老爷子煮着轨杖不停地来回走 一边问道 怎么还不出来 苏一辰看了看时间 陈生道 爸 你先坐好 苏保送到医院后就直接进抢救室了 苏一辰跟着进去 现在都还没出来 抢救室里 苏一辰看着浑身亲子的苏保 手都是颤抖的 受冻严重的时候最怕骨折 检查过后发现苏保被打了一顿 手臂 小腿甚至肋骨都骨折了 浑身上下无数个地方动伤 严重地方甚至不得不切除 一个才三四岁的孩子 却要承受这样的磨难 苏一身眼眶发红 凑在小素宝面前低声道 素宝 我是小舅舅 能听到小舅舅说话吗 如果能听到的话 素宝一定要加油 停过来啊 素宝紧闭着眼睛 很惊奇的是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很轻 身上暖暖的 第一次感觉那么舒服 周围很安静 只有一个声音在他耳边不停地说 素宝 小素宝 小书包呀 你能看到我吗 能听到吗 是谁 素宝很努力地想睁开眼睛 可是睁不开 他着急地想回应说他听得到 可是也发不出声音 手术整整做了三个小时 素宝才脱离了危险 医生都觉得这是个奇迹 素宝被推到了病房 身上插满了管子 素医生含着脸 将检测报告递给素艺禅 素家人看过之后 一个个都压抑着心底的怒火 素家老爷子咬牙怒道 好的很 一个三岁半小孩 他们也能下得去手 素艺成早就把林家查清楚了 冷声说道 林家的产品被查出涉嫌走私 陷入危机 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找关系 想让我们素家帮他 素老爷子冷笑 老子不弄死他们 他们就该阿弥陀佛了 还想要我们帮他 老爷子实在怒急 恨不得现在就立刻把林家人撕成碎片 素艺成道 放心 他们很快就完了 素老爷子敏唇 沉默片刻后终时问道 那玉儿呢 玉儿是怎么 苏艺成沉默 不再说话 京都和南市隔了两千公里 四年前 病重示意的苏锦玉 不知道怎么去到了南市 被林峰捡到带回了家 而后苏锦玉生孩子时直接病危 差点没停过来 或许是因为孩子的缘故 又奇迹般地撑了两年 病适后只留下素宝一人 他们捧在手心里的宝贝妹妹 就这样病死在异乡 甚至没有一个名分 无人得知 苏艺成不由地攥紧拳头 越是愤怒 脸上的神色越冰寒 苏老爷子不敢再问 怕自己受不了 苏艺生问道 他们为什么打素宝 苏艺成寒声道 林峰的妻子穆青心 从楼梯上摔下流产 林峰认为是素宝推了穆青心 苏家众人不由地皱眉 正说着的时候 林家人寻着痕迹找来了 苏艺成的助理匆忙走进来 低声说道 苏总 林家的人来了 说要看自己孙女 苏艺成冷笑一声 冷漠地说道 把这层楼外面的暖气关了 窗户打开 让他们等 林峰以及林老爷子 林老夫人在顶层外面的走廊 等了好久 这层VIP有门禁 他们在最外层 进不去 苏艺成的助理来说了一句 让他们等着之后 就不见人影了 林老夫人抱怨 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啊 再怎么说也是我们的孙女啊 哪有把亲爷爷奶奶和爸爸 拒之门外的道理 林峰心烦道 等等吧 他不小心把素宝打成这样 苏家人生气也是能理解的 很快林家人就感觉到不对劲 走廊里越来越老 他们等待的地方就在窗户旁边 风呼呼地往里吹 动得他们都忍不住缩了起来 这什么鬼天气 是人能带的吗 养尊处优的林老夫人最先受不了了 林峰 你快找个人问问怎么回事 林老爷子也皱眉说道 苏家人生气 故意让他们等一会就算了 可怎么等那么久 都半个小时了 这么冷的天 谁受得了啊 林峰找人问了一圈 全都说不知道 他们就这样在冰朗的走廊里嗖嗖发抖 苏家人又不肯见他们 他们只觉得煎熬极了 林老夫人第一个开溜 我去看看清新 木清新也在这家医院 不过在另外的妇产科楼 林峰和林老爷子也受不了 可又不敢走 只能这样硬生生地挨着 他们心底抱怨不休 殊不知这才刚开始而已 苏宝耳边都是机器滴滴滴的声音 有人说话 但很模糊 不过有个声音倒是很清楚 苏宝 小苏宝 喂 小书包 快醒醒 哎 你再不行我就 那声音嗡嗡的 苏宝感觉好像有一群小蜜蜂 在他耳边说话 有一点点吵 这个声音到底是谁 苏宝睫毛颤了颤 终于睁开眼镜 映入眼帘的是雪白的墙面 床边围着一群人 他抿唇 小心地看了一圈 苏一生最激动 第一个开口 苏宝 你醒了 我是小舅舅啊 苏家其他人大气都不敢喘 紧张地看着苏宝 小苏宝大脑一片茫然 小舅舅 他漂亮的小脸单上扯不出什么表情 看着神色木然 好像一个脆弱的陶瓷娃娃 这一生小舅舅更像是在重复一个单词 苏老爷自嘴角抿成一条直线 小苏宝很瘦弱 他躺在病床上 显得病床很大 他小小的一只 让人心疼得都快呼吸不过来了 苏一生放缓了声音 柔声说道 苏宝 我是你妈妈的小哥 叫苏一生 你之前给我打电话 你记得吗 苏宝睫毛颤了颤 许久终于嗡了一声 他记起来了 他打了电话 打给小舅舅 可他们不理他 他们不是不要他吗 你们 是来接我的吗 苏宝若声问道 病床前几个大男人猛的点头 苏月飞说道 苏宝 我是三舅舅 我们来接苏宝回家 苏老爷子喉咙像是被堵住了一般 深吸一口气才说道 对 接苏宝回家 以后谁也不能欺负你 谁欺负你外公跟他没完 苏宝转动眼珠子 看了一圈 回家 苏宝不确定 带他回家以后 他们还会抛弃他吗 会不会打他 会不会不给他吃饭 看小苏宝沉默了 苏家几个男人急得不行 他们都没有什么带娃经验 一个个的都看向苏宜成和苏锦默 老大苏宜成今年已经40岁 有两个孩子 老二苏子林安38岁 也有两个小孩 不过苏宜成可不会哄小孩 他迟了一下开口 苏宝在担心什么 他声音一如既往的冷硬 话一说完就被其他兄弟瞪了一眼 苏子林渴了一声 本就是个闷葫芦 半天憋不出一个字 急得都快要在原地转起来 苏医生叹了口气 他俯身靠近病床边 爱连地摸了摸苏宝的脑袋 温生说道 苏宝 跟小舅舅说说 苏宝叫什么名字 苏宝盯着天花板 沉默了一会儿才说道 苏宝没有名字 苏宝就叫苏宝 爸爸说 懒得给他取名 等阿姨生下弟弟后再说吧 所以他没有名字 苏宝是妈妈取的 苏医生心脏微疼 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孩子 在邻家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 他暗暗压下心底的怒意 又问道 那苏宝告诉小舅舅 苏宝在想什么 苏宝终于转回眼神 有些吃力地转过头 看着眼前这个自称 小舅舅的男人 那天 他的世界里被黑暗冰封 眼前这个人却破开黑暗 如一道光披致 苏宝扁了扁嘴巴 问道 小舅舅 回家 苏宝有饭吃吗 这话一说出来 在场的人都愣住了 回家有饭吃吗 还没反应过来 苏宝又小声问道 会打我吗 等到两句话 差点让老爷子落泪 小家伙竟是在害怕没饭吃 害怕被打 所以他在邻家的时候 到底是被虐待成了什么样子 吃饭吃不饱 冬天穿不暖 晚上作恶梦醒了 没人在身边 夏天汗湿了衣衫 也不会有人管 苏老爷子背过身去 敏唇敏的脸都垮了下来 强忍泪水 眼眶泛红 苏家几兄弟都愤怒地攥紧拳头 怕吓到素宝 又一个个地不敢表现出半分 苏一身抓着素宝的小手 贴在自己脸上 哑声道 素宝乖 回家后素宝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没有人会打你 你看 这是大舅舅 这是二舅舅 三舅舅 他们都很厉害 我们都会保护素宝 再也没有人能伤害素宝 素宝小手紧紧抓着被子 久久不语 就在苏家众人以为他不会再说话的时候 他忽然说道 小舅舅 素宝没有推人 爸爸和爷爷让素宝认错 素宝不认 他固执地重复着 小脸上有一些倔强 眼神甚至是灰暗的 素宝想 舅舅们真的喜欢他吗 那要使知道他不肯认错后 还会要他这个不听话的坏小孩吗 素一声喉咙像被一团棉花堵住 跟着红了眼眶 老爷子再也忍不住擦了擦眼角 素一诚冷静地说道 他就相信不是你 你不认错是对的 素一声也点头 错的是他们 素宝没错 素宝做得很好 素宝听了这话 突然嘴巴一扁 眼泪就巴打流了下来 就好像忍了好久好久的眼泪 终于不听他的话 全都自己跑了出来 小素宝脸上依旧带着倔强 可声音却咽梗 可是爸爸不信素宝 爸爸说是素宝害死了弟弟 爷爷也说不认错 就不要放素宝出来 小人好像终于有了诉说委屈的人 哭着说出了这些话 毕竟是三岁半的孩子 再怎么倔强 依旧也会觉得委屈 素一声忍着愤怒道 他就不配做你爸爸 素一诚沉声制止 老八 素一声只好闭嘴了 但心底都是愤怒和不爽 想到林峰现在还在外面等着 就想把铁床拆了 拿一根钢管出去把他狠揍一顿 素宝说了几句话 又哭了一顿 很快就睡着了 门外 素一声沉不住气地问 大哥 就这样便宜林家人吗 仅仅是破产怎么够啊 素一诚慢条丝里地 解开袖口的扣子 慢慢地把袖子挽了起来 淡淡说道 八对一 够不够 八个 做一个 听到素一诚的话 苏家几兄弟眼神一亮 眼底都露出一丝很近 素一声转了转手腕 把瘦指关节按得啪啪作响 老五苏银儿是做工程建筑的 蹄肤比较黑 本身就是个暴躁性格 当即冷笑一声 不知道从哪里抽出一根钢筋 温文尔雅的机长苏岳飞声音温和 法治社会 怎能明目张胆地打人呢 他侧头 拦住一个护士 你好 你们科室有麻袋吗 护士蒙了一瞬 鸡鸡巴巴道 有 有 我们要防有蛇皮带 不过也有纸箱子 他以为他们是要装东西 纸箱子肯定比麻袋好 苏岳飞微笑 谢谢 麻袋就可以 要打 当然要套麻袋才好打 苏家几兄弟 VIP走廊尽头 隔着一道门的外边 寒风呼呼 林峰都快要冻死了 心底不停抱怨 他已经等了一个晚上 现在天都亮了 苏家人还是没出来 林老爷自后半夜也熬不住了 走之前叮嘱他一定要在这里等着 显得心成 现在到春寒 夜晚比寒冬的夜晚还冷 林峰感觉自己都快冻僵了 又累又饿又困 他好想回去泡个热水澡 狠狠地睡一觉 一旦生出这样的念头 林峰感觉更熬不住 又等了一个小时后 他终于下定决心先回去 地下停车场 林峰一边打电话一边走路 记得手好了 苏总他们出来了就立刻通知 那个我字还没出口 林峰就感觉眼前一黑 被人套了麻袋 紧接着霹雳啪啦的拳头就拉了下来 他不禁大叫 你们干什么 你们是谁 苏家八兄弟踩着林峰 往死里打 打人这种事其实根本不用他们动手 若换成其他事情 他们也不屑动手 可一想起诉保身上的伤 还有他小心翼翼地问回了家有没有饭吃 会不会打他 他们就压抑不住心底的怒火 林峰被打得惨叫连连 毫无还手之力 只有挨揍的份 助手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宝峰集团的总裁林峰 敢得罪我 信不信 苏逸晨朗笑一声 他松了松领带 抬起手做了一个停的手势 苏家众兄弟立刻停下 苏盈儿手里拿着钢筋 眯眼 林峰见他们停下 以为对方怕了 然而这时候 一根钢筋狠狠砸到了他小腿上 啊 地下停车场里 全都是林峰的惨叫声 林峰被打得进了医院 应该说还没走出医院的大门 又被人抬了回去 他身上都是伤 最气人的是都不知道是谁下的手 查都查不到 对方一点把柄都不给他留下 让他一顿疼不说 还气出暗伤 差点吐血三斤 穆静心守在林峰床前哭哭啼啼 风哥 你好点了吗 要是林峰能起来 一定能看到穆静心眼底的敷衍 穆静心还穿着病服 一副好妻子的担心不已 但他的内心很不安 更多的是心底不平衡 素宝纳斯也走 怎么就一跃成为 苏家的唯一千金了 昨天林老夫人跟他说的时候 他心底就咯噔一声 慌得不行 这一次他流产 当然不是素宝推的 而是他自己摔下来的 林峰陷入经济危机 林峰不仅要破产了 还借了不少高利贷 穆静心不想因为肚子里的孩子 绑死在林峰这条船上 他还这么年轻漂亮 完全可以再找个 比林峰更有钱的 一旦有了孩子 就不好再嫁人了 所以他必须要弄掉 肚子里的孩子 还不能让自己 落下一点错处 因此才会有 素宝推人的那一幕 原本木轻心觉得 素宝就是一个 没妈疼的野草 林家人也从 没善待过素宝 甚至林峰喝醉的时候 还跟他说过 素宝就是他的耻辱 恨不得他别活在这个世上 借素宝的 手扒肚子里的孩子弄掉 他完全不会有什么风险 可谁知道 素宝竟是苏家的孩子 传闻中四大家族之一的苏家 木轻心害怕了 他被查出来 怎么办 怎么办 他必须要想个办法 让素宝说不出他的坏话 VIP病房里 素宝再次睁开眼睛 病房里竟悄悄的 没有一个人 他黯然垂眸 以为大家都走了 极度没有安全感的小奶团 小小的脸上都是落寞 这时门却轻轻搁之一声 素一生走了进来 素宝微微眼神一亮 重燃一丝亮光 原来 素老爷子觉得这么多人 都挤在病房里空气不好 都在外面的客厅里闭目养神 素一生轻声道 素宝 好点了吗 小舅舅给你准备了早餐 要不要吃一点 素宝点头 素一生立刻叫人把早餐拿进来 素家其他人也被动静惊醒 跟着围进来 素老爷子小心翼翼问 素宝爱吃什么 这里有虾饺 粉肠 蒸排骨 奶黄包 性子比较急躁的苏银儿挤进来 抢着说道 炒牛肉面 炒牛肉面好吃 素老爷子一轨张打在他小腿上 训斥道 牛肉面牛肉面 素宝才刚醒 怎么能吃得了牛肉面 他拿起粉肠递过去 素宝啊 先吃点粉肠 这个真的很软 很好吃的 苏岳飞拿起瘦肉粥 温笑 先喝粥也行 素宝抿着唇 看了一圈 不知道为什么鼻子又不听话了 有点酸酸的 痒痒的 好想哭 他 这算是有家人了吗 素宝吸了吸鼻子 小心翼翼地喊了一声 外公 我想吃粉肠 素老爷子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猛地点头 哎 哎 好 粉肠 吃粉肠 素家人仿佛再次看到了苏锦衣小时候的样子 他们的育儿无忧无虑 会跟哥哥们撅嘴赌气 可眼前的小奶团喊一声外公还小心翼翼的 生怕自己喊得不对 不讨喜 才三岁半的孩子 却懂得了这样看人脸色 小心生存 素家人更是心疼 看着素宝吃完东西又睡觉 这才轻手轻脚地出去了 素宝闭上眼睛没事一会儿 耳边又出现了那个声音 小书包 小书包 素宝睁开眼 四处看了一眼 没有人 一开始他以为是自己做梦了 才会听到这个声音 可他才闭上眼睛 那个声音又响起来 素宝 小素宝 小书包 小素宝的手揪紧了床单 有些紧张地看向声音发出的方向 空荡荡的病房里 声音发出的方向没有一个人 鬼影都没有 素宝揪着床单 问道 你是谁 他心底有一点点怕 那声音寻寻善诱 我是你师父 叫师父 素宝小脸皱了皱 完全没有上当 我一点都没有师父 他说道 那个声音似乎噎住了 此时病房旁边的桌子上 坐着一个正常人 看不到鬼魂 一个穿着白色衣袍的年轻男子 他的脸色很苍白 双眸漆黑深邃 鼻梁高挺 偏偏纯色珠红 眉宇间带着一股邪气 显得妖也不已 他瞪着眼 看着眼前这个连说话逻辑 都还没捋清楚的小奶娃 嘴 一点都不好骗啊 小书包 他又试着开口 素宝慢慢说了一句 我是小素宝 不是小书包 男子 他摸了摸下巴 说道 我真的是你师父 你妈妈还在的时候 把你锅给我做徒弟了 素宝听到这话 心里很抗拒 他说道 我妈妈才不会这样 妈妈才不会把他给别人 妈妈不会不要他 男子衣食无言 素锦于临死之际看到了他 就求他在他死之后 庇护素宝和素佳 那时候素宝才两岁 也看不到他的魂体 但他的的确却受了败礼 是他的师父 前两天素宝 瀕临死亡之际 才终于能听到他的声音了 可现在小家伙 却不相信他 男子摸了摸鼻子 哄道 你妈妈叫苏锦于 你叫素宝 你看我都知道 素宝敏纯 别人都知道 男子 对 这是个人贩子来了 兜鬼见仇的小玩儿 一点都不好骗 要不是他小胳膊小腿 干不过大人 又渴望着有个家 估计邻家人 欺负他的机会都没有吧 男子自顾勾勒勾纯 说道 小孩子别想那么多 等你好了 给我上三炷香 积一条猪肉 咱拜师里就全部成了 我叫季长 生前是个大人物 素宝诧异地 看向旁边的一团空气 姬长 为什么叫姬长 姬长不知道素宝的想法 看他眼底困惑 就说道 你不认识我正常 我不是你们这个时期的人 我很厉害 我可以教你很多东西 让你不被人欺负 素宝忽然问道 大人物也会死吗 姬长 素宝又问 这么厉害 你为什么会死 姬长惊无言以对 感觉这个小奶娃有点难搞 素宝抓着被子 眼眸微微垂下 敏纯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你要真的是师傅 为什么没有管我 妈妈死后 不管她是哭还是疼 都没有人理她 这一年来她学会了看爸爸脸色 努力地让自己不讨人厌 但还是没能从爷爷奶奶脸上 看到一点血爱 她还会被爱姨偷偷打 都没有人帮她 姬长一愣 心底有些不是滋味 她没有解释什么 汪然道 乖 以后师傅都会护着你 素宝敏唇 转过脸去不再说话了 姬长摸了摸素宝的头 说道 你先好好休息 师傅晚点再来 这个东西当是师傅送你的界面里 三到六界皆有规则 她能来 却不能久待 素宝只觉得手上微微一热 有一条红绳戴在了她手上 不知道过了多久 病房里没有了声音 素宝睁开眼睛看了一圈 依旧什么都没看到 可是不知道怎么的 她又感受到那种暖洋洋的气息 身上的疼痛都减轻了不少 一转眼 就已经过了十天 素宝身上的伤好了差不多 准备出院回京都了 门外 隐约传来一声惊叹的声音 太不可思议了 这么重的伤至少也要三个月才能下床 不一会儿 苏医生推门进来 只见素宝坐在床上 垂眸静静地看着手腕上的红绳 小小的身影 竟显得有些孤零零的样子 素宝 苏医生立刻走过去摸了摸她的小脑袋 怎么了 看到她手里的红绳 又不禁问道 这是 是她记错了吗 刚接到素宝进抢救世那天 她好像没看到素宝手上有这根红绳 素宝抬头 问道 小舅舅 我的小兔子呢 苏医生张了张嘴 素宝昏迷的时候 怀里的确包着一只破破烂烂的小兔子 当时为了急救 她将素宝身上的血剪单清理 包括那只小兔子 也被她情急之下扔到一边了 素医生轻声问道 素宝 小兔子很重要吗 她 不见了 接着又立刻补充道 小舅舅再给素宝买新的小兔子可以吗 现在立刻买 素宝扁了扁嘴 眼底有些泪花闪烁 又很用力地不让泪珠子掉下来 她声音很小很小 那是妈妈送给素宝的 妈妈的东西都被爸爸丢了 只有这只小兔子 是妈妈唯一留给她的 现在也不见了 妈妈不见了 师父不见了 小兔子也不见了 苏义成推门进来 就看到苏义生把素宝快惹哭的样子 周美冷声问道 怎么回事 苏义生一脸冤枉 大哥 不是我 是素宝的小兔子落在林家了 她不敢说小兔子没了 怕小奶糖哭出来 说是落在林家 可谁知道还在不在 苏义成声音缓了缓 说道 素宝乖 大舅重新给你买 不狗兔子而已 若她喜欢 她可以把全球的不狗兔都买断货 苏义生摇头示意 那是育儿唯一留给素宝的 苏义成一顿 育儿唯一留给素宝的 她当机立断地说道 走 去哪 不知道兔子还在不在 如果不在了 就算翻遍南城的垃圾站 她也一定会把那只小兔子找出来 素宝忽然想到什么 说道 大舅舅 素宝也想去 除了小兔子 她还有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小伙伴 林家 林峰和林老爷子坐在一楼客厅沙发上 头发都是乱糟糟的 昔日辉煌的别墅现在一片狼藉 值钱的东西都被搬走了 林峰满脸胡渣 一脸憔悴 林老夫人在一旁痛哭 儿啊 你怎么就借了那么多高利贷 这回怎么办呀 呜呜呜 林峰被打到住院那一天 林家就破产了 所有的不动产都被抵押了不说 他们现在住的别墅也要被强制执行 这让他们今后上哪去住 林老爷子生气训斥 哭哭哭 哭什么哭 早知道现在 当初你怎么不对素宝好一点 林老夫人跟着哭骂 你怎么就会说我 你还是他爷爷呢 你不也没对他好 林峰烦躁大吼 都别说了 他已经够烦了 公司已业破产 法院也介入调查 他很可能要面临牢狱之灾 这找谁说理去 林老夫人和林老爷子全都闭了嘴 后悔的肠子都轻了 要是当初对素宝好一点 他们何至于此 说不定还能接着跟苏家亲家的关系 飞黄腾达 林老夫人哼哼地说道 这死丫头 飞上之头变凤凰了 也不知道回来看一眼 汪恩负义的白眼狼 他们还是他爷爷奶奶呢 年纪都那么大了 有什么错是不能原谅的 再说了他们也没错啊 一开始就是他把沐清新推下楼流产的 还有理了 这时候沐清新走下楼来了 他柔声说道 爸妈 风哥 你们别急 穆金新一定拿着一只兔子 正是素宝那只不呕吐 爸妈 你们放心 素宝的兔子落在家里 他肯定会回来拿 别人不知道这兔子对素宝的重要 穆金新却知道 这是素宝那短命鬼妈妈留给他的唯一物品 死丫头天天抱着 被他打得最厉害的时候都没撒手 穆金新还记得有一次 他怎么掐素宝素宝都不哭 可以把他兔子抢过来捡了耳朵 他就哭得可厉害了 林峰看着沐清新手里那只破破烂烂的兔子 就没问到 你确定他会回来 他不相信 一只破兔子有什么值得惦记的 沐清新笑得温柔 风哥 你平时都没空陪素宝 当然不知道他最喜欢这个小兔子 这是他妈妈给他留下的唯一念想 对他很重要的 林老夫人想了想 的确是这样 这一年来那死丫头就没扫过手 上厕所都要带着小兔子 他欣喜到 太好了 希望他真的会回来 只要回来 一个小孩还不好哄吗 沐清新垂下眼眸 掩盖住了一闪而过的金光 素宝绝对会回来 除了这个兔子 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小伙伴 在这里一只鹦鹉 这只鹦鹉不知道是哪家走失的 就住在林家别墅后的那座小树林里 别人都没办法靠近他 只有素宝出现鹦鹉才会飞过来 这就是沐清新笃定 素宝一定会回来的原因 兔子可以派人来拿但鹦鹉只有素宝才能带走 沐清新说道 我刚刚把兔子缝好清洗好了 等素宝回来他一定很开心的 林峰高兴地抱住沐清新 说道辛苦你了 哎你真的是太善良了 素宝都那样害你了 你不但不计较还帮他缝好兔子 等我们翻身了 我一定好好补偿你 沐清新靠在林峰华丽甲新新说道 只要能为风哥分忧就好 林老夫人急吼吼地说道 快快把家里收拾一下 林家人破产后庸人就走光了 现在林家一个庸人都没有 于是刚刚还说要好好补偿沐清新的林峰 立刻又吩咐起沐清新打扫整理 沐清新温顺地照做 但在他们看不见的时候眼底浮起一丝狠毒 几辆黑色的麦巴赫开到林家别墅门前 停了下来 八个身子挺拔 俊宇非凡的男子下了车 后面被俘下来的是苏老爷子 这阵时就算放在京都也得让人震惊 如今却是为了拦拿一只布偶兔子 沐清新很聪明地没有下楼 躲在三楼的阳台偷看 眼底都是羡慕和嫉妒 原来这就是苏家八子 看着苏家八个气宇非凡的男人 沐清新眼热不已 要是能傍上其中一个 忽然他愣住 看到其中一个身穿黑绸衬衫的男子 他单手插刀 黄视一圈 漫步惊心地推了推比两上的金丝矿眼镜 浑身透出一种斯文败类的气息 苏洛 沐清新顿时激动不已 苏洛是娱乐圈里屹立不倒的国民影帝 也是他梦中的男神啊 这是他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到自己的男神 沐清新捂住心口 心跳越来越快 激动得脸都红了 早就等在门口的林家人看苏家人果然来了 立刻迎上去 哟 亲家 苏总 大驾光临 一边说一边伸手想跟苏毅诚握手 苏毅诚冷冷地看了林峰一眼 单手插都十分不领情 林老爷子堆笑道 亲家 您是第一次来南城吧 我就说这段时间南城天气怎么那么好呢 原来是你们来了 快快里面请 苏老爷子冷笑一声 天气的确不错啊 把五外孙女都动得进了医院 你们林家好样的 林老爷子顿时尴尬不已 林老夫人笑道 哎哟 老亲家您真是开玩笑啦 我们对苏宝一直都很好的 那天他跟他阿姨发了脾气 他爸爸也是怒其不忠才小小地教育了他 他一边说着 一边慈祥地看向苏宝 小苏宝 快来奶奶抱抱 好几天没见到你 奶奶可想死你了 苏宝抿唇不语 一只手紧紧揪住了苏毅诚的衬衫 苏老爷子冷笑 好一个怒其不争 把我苏家的小外孙女打得骨折 只穿着单薄的睡衣跪在雪地里 这叫小小的教育一下 林家人神色善善 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不过林家都破产了 林峰也被打了一顿 差不多就得了吧 怎么说大家也是亲家呢 林老爷子上前想拉苏老爷子进门 哎呀 进来再说嘛 不管怎么说 林峰也是苏宝的爸爸 孩子可不能没有爸爸 他一边说一边给林峰使眼色 林峰对笑道 对对 苏宝 以前是爸爸错了 你原谅爸爸好吗 虽然你犯了错 可爸爸也不该这样打你 他做出一脸懊悔和心疼的样子 想靠近苏宝 却被几个保镖拦住 苏宝把头抵在苏一身脸颊旁 根本不看林峰 林峰心底又急又不悦 这该死的丫头 不知道这次见面对林家很重要吗 还在耍小心子 苏宝 林峰压住声音 语气中藏着威胁 以往他只要这样喊苏宝一声 他会立刻乖乖听话的 苏宝听到这熟悉的语调 小小的身体条件反射的一颤 苏家几兄弟顿时面如寒霜 感觉那天还是下手太轻了 没废掉林峰 简直是失误 苏一声道 不用跟他们多说了 我们是来拿东西的 苏老爷子处着拐杖 冷冷问道 苏宝的那只小兔子呢 林老夫人眼神微闪 眼头道 在的在的 不过被血埋坏了 苏宝他阿姨争给他缝呢 请将你们先进来坐马 苏一臣抬手 几个黑衣保镖只冲进门 吓得林峰以为又要打他 连忙抱住头 却见黑衣保镖静直进去了 他顿时尴尬不已 苏一臣冷笑 这就怕了 他打苏宝的时候 怎么不知道怕 林峰有点瞎不来台 只能看向苏宝 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苏宝阿 咱先进去好不好 苏一声正要拒绝 这时候苏宝却扯了 扯苏一声的衬衫 说道 小舅舅 他犹豫地看向林家里面 他的小五还在里面 别人带不出来的 林家人以为素宝心软了 不由得心底一喜 果然是小孩子 毕竟这里是他的家 孩子嘛 怎么可能不回家 不要爸爸 来来来 亲节进来坐进来坐 林老爷子和林老夫人热情地招呼 满面笑容 苏一臣看向素宝 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不过只要他想去的地方 他就带他去 苏家人冷着脸踏入林家 看着这破别墅 他们不由得皱眉 对苏家人来说 林家的别墅就是破别墅 这样的破别墅 他们的素宝是怎么过来的 保镖很快下楼了 把别墅里所有有关的布偶玩具 都拿了下来 素宝挣脱苏一身的华宝 把那只最破旧的布偶兔抱在华里 小奶团脸上露出一丝欢喜 小兔子 素宝来接你了哦 素宝绝不会抛下你的 素宝紧抱着兔子 除了小兔子 他还有一个好朋友小五 想到这里素宝有些着急的 想往后院跑 但很快又转身回来 牵住了素一身的手 后院 木庆星躲在小树林里 耐心地等着素宝 素宝知道鹦鹉怕燃 肯定会自己溜出来找鹦鹉 没有别人在场的情况下 一切都将由他主导 他只需要在这里等素宝自投罗网 素宝看着小树林 喊了一声 小五 小树林里传来一声鸟叫 一只色彩斑斓的鹦鹉扑楞飞起 转了一圈却没有过来 反而扑冷冷地飞到羹里面去了 素宝做了个虚的声音 凑到素一身耳边小声说道 小舅舅 小五怕你 小奶团的小手手 拢成一个小喇叭的样子 大大的眼眸忽闪忽闪 漂亮极了 素一身看向小树林 也不由得压低声音 说道 素宝 舅舅叫人来抓好不好 我们直接带小五回去 素宝皱了皱小眉头 摇头道 不要 他立即左右看了看 生怕被鸟听到 不要抓小五 小五不是坏鸟 抓小五他会怕的 他压着声音说道 素一身忽然觉得好笑 小奶团好可爱 他点头道 好 素宝压住素一身的肩膀 叮嘱道 小舅舅站着不要动 素宝朝里面走了一点 又喊了一声小五 小五站在树枝上 嘎嘎乱叫 有傻逼 有傻逼 素宝认真说道 小五 舅舅不是傻逼 鹦鹉 有恶狗 有恶狗 素宝继续认真解释 小舅舅也不是恶狗 外面听到对话的素一声 小五不肯下来 素宝不知不觉走远了一点 这时候听到前面一声轻响 他下意识看去 却见到一双熟悉的眼睛 正盯着他 素宝吓得一哆嗦 立刻要跑 木清新却抓住了他的胳膊 嗨 素宝 你终于回来了啊 素宝立刻要喊 却被木清新捂住嘴巴 他笑得好温柔 温声细语 素宝怎么拉 怎么见到阿姨一点都不高兴 木清新不知道 素一声就在小树林外面 捏着素宝的脸转过来 他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阿姨不喜欢你这么见外的样子 再怎么说 我也算是你妈妈呀 素宝本能地抬手 扯开木清新的手 转身就要跑 木清新有些吃惊 这死丫头的力气 什么时候那么大了 木清新立刻抓住素宝 再次捂住他的嘴巴 素宝 我肚子里的宝宝都被你害死了 我现在还愿意来看你 你却这样对我 木清新冷笑道 素宝呜呜地摇头 木清新笑咪咪 跟以前打素宝时的表情完全不同 素宝说没有推阿姨啊 但是那天 要不是你突然出现吓到我了 我怎么会摔下去 所以你要负责 阿姨现在宝宝都没有了 已经很可怜了 要是你舅舅他们问起的时候 你必须说是你推的 听到没 木清新巧言哄骗 觉得一个三岁半的小孩 大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然而素宝却紧抿着嘴巴 一声不吭 眼底都是抗拒 他没推人 他才不要认 木清新没有太多时间 已经失去了耐心 他讨厌这个野种 闷葫芦一个 打几巴掌都不肯叫出声来 说什么也不肯听 真的很烦人 木清新脸色一垮 冷笑道 素宝 你真是不听话 你再这样信不信我打你 那天那是没有监控 也没人看到 到底推还是没推 素嘉仁肯定听素宝的 他绝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 他还要保持好完美形象 想办法获得男神的注意 木清新曾看了一个新闻 一个幼师打了一个小孩 过后威胁小孩说 他有一个长长的望远镜 不管小孩说什么做什么 他都能听到 小孩还真的不敢跟父母说 自己被打的事 木清新眼眸微闪 极力威胁 阿姨想告诉你 别以为你有了几个舅 他们就能保护你 我有魔法 我随时都能找到你 不想素宝突然张嘴 狠狠咬在木清新手掌上 木清新惊呼一声 下意识扬起手 朝素宝脸上扇去 眼看那巴掌 就要落在素宝脸上 素宝手腕上的红绳 突然发出一道微光 带着素宝的手 朝木清新打去 木清新冷笑一声 小胳膊小腿的 还敢打人 然而下一秒 木清新却轰一声 飞了出去 摔在了灌木丛里 与此同时 素宝被素一声抱了起来 素宝愣住了 看了看自己的手 又看了看小舅舅 他眼底浮起一丝疑惑 不知道刚刚是他打飞了阿姨 还是小舅舅踢飞了阿姨 素一声也有刹那间的怀疑 刚刚他好像都没怎么用力 就把木清新踹飞了 奇怪 难道是他的错觉 素一声冷冷地看着木清新 寒声道 你竟敢打素宝 他眼底力气抖声 抱着素宝一步步向前 木清新慌了 该死的 素一声什么时候来的 他连忙摆手 不是 苏先生你误会了 我怎么可能会打素宝呢 哇 我也算是素宝的妈妈 素一声眼神一老 一脚踩在了木清新脸上 素宝的妈妈 你也配 素一声用手掌捂住素宝的耳朵 将素宝的响脑袋压在自己滑里 不给他看接下来的场面 木清新看到素一声眼底的狠里 慌了 苏先生 话没出口 他就被素一声踩着 连横横碾在了地上 啊 木清新惨叫一声 他的脸背石头滑破 甚至还有一个小石子 牵进他肉里 好疼 树上的鹦鹉扑棱棱飞了过来 站在不远处的树梢上 左右摇摆身体 嘎嘎大喊 打狗啦 打狗啦 傻逼 傻逼 木清新疼的都哭了出来 苏一声一点都没有放过他的意思 他都怀疑自己的头会不会被踩爆 苏先生 放过我 放过我吧 我错了 我错了 木清新哭着喊 苏一声冷哼一声 放开了木清新 在小孩子面前暴力不好 他忍 不过 他依旧给木清新脸上补了一脚 把他鼻两骨都踢断了 滚 他冷冷说道 木清新一边脸全都是血 哪里还敢吭声 捂着脸跑了 跑回房间的木清新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 小石子还嵌在脸上 他忍痛扣出来 痛得都哭了起来 苏一声还是不是个男人呀 竟然打女人 这么暴力 撕 脸上碰一下都疼 木清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鼻子都歪了 他眼泪哗啦啦的掉 心底更是咒骂不已 原以为素宝年纪小 只要恐吓一下 毒打一顿 他就不敢乱说话 毕竟以前都是这样的 然而今天这一招却不管用了 他还被苏一声打了一顿 木清新小心碰了一下鼻子 结果疼得差点升天 他崩溃了 我的脸 我的脸 一直以来他最引以为傲的就是自己的漂亮脸蛋 离开临风 他自信凭着自己的姿色 帮上另一个大款没问题 可现在 脸上被石头嵌入的伤口那么深 即便好了也会流疤 他的脸毁了 啊 木清新气地把镜子砸了 心底十分不甘 再说另一边 把木清新赶走后 苏一声还陪着素宝骗鸟 苏一声心好赖 不能抓只能哄 鹦鹉又不释然 这要怎么哄 小鹦鹉 快下来 我给你肉吃 苏一声演技拙劣的骗着 鹦鹉盯着苏一声 像个Gay溜子一样摇头晃脑 不吃肉 不吃肉 吃肉长肉肉 就是不下来 苏一声深吸一口气 决定使出杀手锏 素宝 我们走 不理他了 素宝着急了 抓住苏一声衣服恳求 不要 小舅舅不要抛下小五 他急得眼底续起泪物 却不敢哭 苏一声心底一颤 立刻就后悔了 他连忙道歉 对不起对不起 是小舅舅不对 小舅舅不该这样说 在小孩子的事件里 对他的小伙伴暴力 等同于对他暴力 苏一声意识到这个问题后 恨不得打自己一巴掌 素宝愣了愣 第一次有人跟他说对不起 小奶团忽然展露出一个笑颜 拍了拍苏一声的肩膀说道 没关系的小舅舅 他以前也说过很多对不起 可是没有人跟他说过没关系 因此小素宝一下子就原谅苏一声了 因为他知道没有得到一句没关系的人 其实是很难过的 就生哪继续哄鸟 小素宝 小五乖乖 快下来 小舅舅刚刚骗你的 他不是坏人哦 苏一声 小五对不起 你下来吧 我们去京都 京都的庄园可大了 你还可以找一只母 嗨嗨 苏银儿和苏岳飞 苏洛见小素宝久久没有回来 寻着找到了后院 于是就见识到了一大一小哄一只鸟的奇葩场景 搞清楚事情原委后几人总算明白了 原来素宝植一回邻家的目的就是这只鹦鹉 鹦鹉是一只很普通的虎皮鹦鹉 浑身毛发鲜亮翠绿 小眼珠子转啊转 打量着它们 暴躁的包公头苏银儿最先沉不住气 朗吃道 我真的服你了老八 一只鹦鹉都哄不下来 垃圾 苏岳飞和苏洛都不说话 老八在这里哄了半天了鹦鹉都没下来 说明这鸟的确不好骗 果然 树上的鹦鹉摇摆着唱起来 老八老八 千年王八 老八老八 爱吃八八 苏一声 他特么 你心理上 他愈闷到 苏银儿哈哈一笑 抬起手臂 看我的 哦哥哥哥 哦哥哥哥哥 苏银儿一边拍自己的手臂一边喊 是一鹦鹉快到他手臂上来 苏宝瞪大眼睛 嗯 我舅舅好像大猩猩 苏岳飞嘴角一抽 苏洛抱着手臂 勾唇 泽 哄 哄歌鹦鹉而已 都把自己逼得反阻了 树上的鹦鹉也在嘎嘎喊 傻逼 傻逼 暴躁苏银儿当场仙桌 气急败坏地指着鹦鹉 你压得给我下来 鹦鹉站在树上扑楞翅膀 不去不去 别想骗你爷爷 苏银儿怀疑人生 这鹦鹉特么成精了 苏宝捂着嘴偷笑 他好奇地打量五舅舅苏银儿 五舅舅看着好凶 但好像也没那么凶嘛 小奶团悄悄打量这几个舅舅 小舅舅和三舅舅都比较温和 一个温文尔雅 一个像太阳一样温暖 四舅舅看着嘶嘶吻吻 却又像个大反派 五舅舅像烹火龙 戳一下就爆炸那种 原来这些就是妈妈的哥哥们呀 苏宝觉得 自己好像也喜欢上这些舅舅了 他们跟爸爸 爷爷奶奶他们不一样 忽然 苏宝的实现和苏洛的实现对上了 他立刻转过头 假装什么都没发生 苏洛勾勾勾唇 小家伙 胆子可真小 他说道 老五 你也别白费劲了 这鹦鹉只有苏宝能哄下来 苏银尔莫名其妙 你又知道 苏洛痴笑 你脑子是白色的嘛 苏银尔正要发脾气 苏岳飞就喊住了他 老四说的对 我们都往后退 苏医生把苏宝放下来 紧人后退几步 苏宝抱抱着小兔子 仰着头看鹦鹉 小五快来 我们要走牢哦 舅舅他们不是坏人的 苏洛吉人看着小奶团 小奶团挥舞着小手手 奶蒙奶蒙的哄鹦鹉 这可爱模样是他们没见过的 果然 在小伙伴面前的孩子真的不一样 操汉子苏银尔的心都被融化了 可爱 小素宝跟妹妹小时候一样可爱 鹦鹉看着小素宝 歪着头 似乎被说动了 他扑愣着翅膀朝素宝的方向飞过去 眼看就要落在素宝肩膀上 林老夫人的声音突然传来 哎呀 你们在这里呀 鹦鹉受惊地转了个方向 又飞上树梢去了 苏银来挤人 素宝敏唇 刚刚放松的神色绷紧 下意识地往苏一深深边躲 林老夫人完全没意识到自己的多余 笑意盈盈地说道 咦 你们想抓这只鹦鹉呀 放着我来 我现在马上找专人来抓 他见苏家人对他们很冷淡 想投其所好讨好一下 不过这只鹦鹉就是普通的虎皮鹦鹉而已 品种太低贱 不够上档次 林老夫人一边说一边掏出手机 看样子还真的想抓鹦鹉 苏银尔烦躁道 救你多事 给我滚一边去 林老夫人吓得手一抖 手机掉了下来 哎呦喂 怎么会有这么没素质的人呢 一点都不知道宗老爱幼 吵闹的动静把苏老爷子和苏逸臣几人也引过来了 林老爷子和林峰跟个狗皮糕药一样跟在后面 见这场景二话不说就立刻拍板决定 林老爷子 这鹦鹉可贼精了 让我们来抓 林峰 对这鸟不能太客气 很难骗下来的 动物收容组织有一种龙可以抓 不行就打个麻醉把它打下来 鹦鹉似乎听懂了 扑腾着翅膀又飞远了一点 素宝很着急 不要打小五 小五很乖的 素一声寒声道 听到了吗 这里不需要你们帮忙 请你们离开 林峰拨出去一个电话 堆笑着说道 小孩子懂什么 他理解错了 我们又不是打鹦鹉 是麻醉 林家狗皮糕药一般 听不懂人话 自作主张 素一辰抬手一挥 身后七八个黑衣保镖立刻冲上来 拖着林家几人往外走去 素先生教你们走 听不懂人话吗 哪里都有你们的份 狗都嫌你们烦人 黑衣保镖一边托人一边低骂 把林家人扔到了别墅门外 因为苏家的大阵仗 此刻别墅周围的邻居们都伸长了脖子 有人假装在院子里喝茶 有人假装遛狗路过 都在看林家人的笑话 林老爷子和林老夫人战红了脸 只觉得又丢脸又愤怒 这可是他们自己的别墅 苏家人怎么能这么蛮横地把他们扔出来 太不讲道理了 林家人养尊处优惯了 受不了这委屈 可对方是京都苏家 他们再憋屈也不敢怎么样 只能眼巴巴地在别墅门口等着苏家人出来 没了林家人的捣乱 小肃宝继续哄着鹦鹉 小五小五 快快来 你瞧这是什么 小奶糖歪着头 忽然一伸手 手心里躺着小半块苹果 这是今早出院时苏一伸给他削的 他悄悄藏了一块 鹦鹉在树梢上横移 晃过来晃过去 小眼珠子转呀转 打量着苏家人 苏家人此时离得远远的 苏老爷子处着拐杖看着一脸严肃 可眼底透出一丝紧张 苏盈儿更是心急 恨不得长一对翅膀 飞上去抓住鹦鹉 按头吃果 瞧 他们的小奶团手去的都酸了 苏一生不知道去哪里 弄了一把专为鹦鹉的粗粮 摊在手里陪着苏宝继续哄 新鲜香烹的五股杂粮要不要 苏宝用力点头 小舅舅不是坏人 小五快过来 我们要走了 一旁的苏家众人看着苏一生和苏宝 这两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么熟络了 突然间有点嫉妒 正在这时候 鹦鹉终于扑棱棱过来了 抓字一身 踩在了苏一生头上 苏一生 小素宝舒然发出一声咯咯的轻笑 苏家众人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从一开始 小素宝就好像一个麻木的小机器人 声音没有一丝起伏 在养病的这十来天 他的小脸上也没有露出过笑意 不管怎么样都小心翼翼的 乖巧地让人心疼 现在终于笑了 苏老爷子眼眶又热了 觉得自己老了 这两天总忍不住想落泪 鹦鹉见素宝笑了 似乎更得意 张开翅膀晃了晃 三八 三八 苏一生 素宝忍不住咯咯笑 认真纠正 不是三八 是小舅舅 鹦鹉 小九 小九 苏一生嘴角一抽 很想把这鹦鹉撸下来 意志力的五彩斑斓的鸟 站在他头上 像什么话 不过看素宝这么开心 苏一生又什么脾气都没有了 他摊开手里的粗狼 骗鹦鹉飞到他手臂上 趁着他不注意一把抓住了他的脚 鹦鹉顿时大叫 救命 救命 不要顿我 不要顿我 众人 咱就是说 这鹦鹉是真的很过躁啊 最后鹦鹉暂时带上了一条脚链 跟着一起离开林家 苏老爷子处着拐杖 双目浑浊地环视整个别墅 这就是他宝贝女儿死前住的地方 不知道他在这里的时候 有没有吃好 睡好 冰腾起来的时候 有没有人细心照顾 这片后院他走过马 是不是常常盯着窗外那棵树发呆 老爷子心底都是心酸 苏家几兄弟见老爷子 敏唇慢吞吞地走 心底也很沉重 别墅门外 林峰看到他们出来了 立即迎上去 刚刚苏家人不理他们 现在他必须要在素宝身上 找突破口 林老爷子堆笑 呀 果然还是亲家厉害 这就抓到了 林峰也笑道 素宝喜欢鹦鹉啊 你看爸爸真粗心 以后给素宝买好多鹦鹉好不好 小孩或许懂得没大人多 但他们不是傻 素宝看着林峰虚假地笑 一声不吭地低头 紧紧抱着小兔子和鹦鹉 他不要好多好多鹦鹉 妈妈死后 他只想要爸爸抱抱 可爸爸一直没理他 还会骂他 打他 甚至那一天 他觉得爸爸真的想要打死他 素宝原本觉得 自己就像奶奶说的小灾心 没有人会喜欢他吧 可是住院这段时间 外公和舅舅们对他都很好 还和他说了很多话 说不识他的错 素宝现在不想要爸爸了 素宝不知道自己这样想是不是坏小孩 神色有些不安 素银尔的暴脾气又要忍不住了 就在这时候 素宝怀里的鹦鹉忽然冒出一句 风哥 求求你 我真的好疼 这声音 这语调 和苏锦鱼生前一模一样 林峰脸色一变 苏家众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都愣住了 这声音 不是他们的月儿还有谁 鹦鹉学人说话 那说明他是听到过 这句话活灵活现 他们几乎都看到了 月儿病痛蜷缩在床上 哀求林峰救他的场景 畜生 素银尔爆发了 他猛地冲过去 一把揪住林峰的脖子 将他往别墅大门上狠狠一撞 这狠的 众人仿佛听到西瓜落地那清脆的开瓢声 素一声立刻抱着素宝走 我们先到车上等你 林峰头破血流 林老爷子和林老夫人早就吓傻了 素银尔一个建筑工地的包工头 当然不讲什么疯度了 此刻愤怒将他吞噬 他们捧在手心里的妹妹 临死前竟这么痛苦 这个畜生 连指通药都不舍得给月儿用吗 素银尔越想越愤怒 抓起林峰的头发 一次又一次将他往墙上撞 林峰连忙说道 不是 啊 等等 这鹦鹉乱说的 啊 素银尔将他抬起 继续狠狠地撞向墙壁 乱说 哼 林峰鼻子鲜血炸开 惨叫一声 我错 回应他的又是喷的一声 别墅大门的墙皮都被撞得脱落了 一脸血的林峰惨不忍睹 林老爷子和林老夫人吓得缩了起来 大气都不敢喘 眼看再撞下去林峰都要美了 林老夫人战声道 哎呦喂 亲家旧爷 手下留情啊 素老爷子冷笑 谁是你们亲家 别什么阿猫阿狗都往我们身上蹭 说吧也跟着上车了 这些林家人 他看一眼都觉得心烦 苏盈儿还抓着林峰的头蓬蓬撞墙 亲家 亲家 他们也配 林峰吐血了 真的吐血 鼻子嘴巴的出血 满口都是血 苏益诚看了看手腕上的手表 淡淡说道 走了 苏家几兄弟皆是神色冰冷 跟着上车 苏盈儿最后走 他就跟扔死狗一般把林峰扔在地上 推了一声甩手离开 林老夫人哭天枪地的 抓着林峰的手大哭 儿呀 你怎么样 天啊 他们怎么可以打人呢 林老夫人都要心疼死了 就在这时候 外面突然冲进来一群人 呵 林总好彩头啊 欠我们的八千万什么时候可以还 原来这些是催收公司的 他们纷纷围住林家人 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林老夫人气急 林老爷子呵斥 助手 你们知道我们是谁吗 我们是京都苏家的亲家 回应他的是苏家车子开走时的尾气 两排黑色的麦巴赫 气势十足 路人都忍不住远远避让 行程强烈对比的就是惨兮兮的林家人 催收的几个大汉哈哈一笑 哎呀 真是好大的名头啊 还苏家的亲家 你看人家里你们嘛 林老爷子战红了脸 催收公司的人是最不讲武德的 妈妈的 蹲下来大巴掌的 让他们下跪的 昔日风光的林家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羞辱的体无完肤 精神崩溃 最后别墅被清空 所有的行李都被丢了出来 同时被丢出来的还有满脸血痕的木青心 一家人狼狈不已 看热闹的邻居忍不住窃窃私语 你们不知道吧 林家那个小丫头是京都苏家的外孙女 什么 那个瘦瘦小小 两岁多就死了妈的那个妈 我弟妈呀 那林家不是得后悔死 是我我都要吐血 他们也是活该 有一次大热天的我还看到那小孩子在外面包晒罚站 我说了两句还被林家老婆子骂了 哈哈哈哈 那老婆子不天天说她孙女是灾心吗 这下好了 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 众人幸灾乐祸的看热闹 林家人后不后悔都写在脸上了 真是活该 林峰不断的嗨 把嘴里的血沫吐出来 耳边嗡嗡的 木青心哭道 风哥你怎么样 林老夫人把气撒在他身上 假惺惺惺哭什么 早干嘛去了 刚刚怎么不见你 木青心烟港 我刚刚看到素宝 就去求她 求求她看在爷爷奶奶年纪大的份上宽恕爷爷奶奶 可她却不肯 林老夫人恨极了 把今天所有的羞辱都怪在了素宝头上 这死丫头他们好歹也养了三年多吧 却一点都不懂感恩 跟她那个死妈一样 养不熟的玩意 小东西可死了自己亲妈 优客的她儿子破产 现在他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都是小灾心客的 林老夫人越想越恼火 偷骂道 不肯就不肯 一个小灾心 她想说他们才不稀罕 可到底说不出口 现在他们稀罕啊 恨不得巴紧了素宝不让她离开 林老夫人怨气无处发泄 只能暗自诅咒 等着瞧 林家好好的都被她嗑得那么惨 素家也绝对好不了 素宝安安静内地坐在车子里 一手抱着她的不偶兔子 一手抱着鹦鹉 素老爷子放缓语气 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和矮可亲 素宝啊 咱们回家了哈 素一生也说道 我们家在京都 等会要坐飞机哦 素宝乖巧点头 很安静 刚刚哄鹦鹉时的灵动可爱又不见了 不过 已经比一开始好太多 素老爷子心脏一阵阵犯疼 素宝越是乖巧 他越心疼 只有生活在担惊 受怕环境里的孩子 才会有这种反常的安静 素宝到底是遭了多大的罪 才会变成这样 回家 咱们回家 老爷子喃喃道 忽然 素宝问道 外公 我们也能带妈妈的灰灰回家吗 素老爷子心酸点头 嗯 一起回家 素宝安心了 素家包了专机 素宝看着外面的天空 云彩好像就在他身边 跟着一起飞 他探头仔细看着 又放下兔子龙骑小手手 趴在飞机窗户上往外看 素月飞温润笑道 素宝在看什么 素宝扭头 问道 酸舅舅 我们现在是在天上吗 素月飞点头 嗯 小奶团连飞机都没坐过 却听素宝忽然问道 那 妈妈再不在这里 坐得近的素月飞 素一声愣住 什么 素宝垂眸 默然看着外面的天空 小生说道 他们说妈妈死了 去了天上 那我们等会能看到妈妈吧 素宝背对着众人 看着窗外 眼泪悄悄在眼眶里打转 其实他知道 什么死之后 去了天上的话 都是骗小孩的 妈妈不会在天上 可他还是忍不住期待呀 真的好想能在这里看到妈妈 苏老爷子一下子红了眼眶 其余几兄弟也都漠然不语 扭头看向了外面 手都紧紧攥着 素一声把素宝抱在华里 一声道 素宝睡吧 睡着了就可以在梦里见到妈妈了 素宝嗡了一声 我在素一声华里 眼泪悄悄地掉了下来 小舅舅也骗人呢 他都睡着了好多次好多次 可一次都没有见到妈妈 素宝不知不觉睡着了 手腕上的红绳发出微弱的光芒 不仔细看根本没人能看出来 梦里的素宝又感受到了浑身暖洋洋 就好像太阳公公照在身上一样 身体轻飘飘的 感觉自己腰飞起来 周围有棉花糖一样的白云围绕在他身后 素宝小心伸手摘了一点点放进嘴里 双眼一亮 是甜的呢 这时候他身后传来一个温柔又熟悉的声音 素宝 素宝瞪大眼睛 立刻转身看去 只见妈妈站在他身后不远处 好累看着他 妈妈 素宝猛地扑过去 被妈妈紧紧抱在滑里 素锦鱼温柔地摸着他的小脑袋 低声说道 素宝乖 以后外公和舅舅们才是你的家人 要开开心心的好吗 素宝眼泪豆子把啦把拉掉 乖巧道 我知道了 妈妈 素锦鱼又道 还有 外婆身体不好 素宝可以替妈妈好好孝顺外婆嘛 素宝咽哽着 猛地点头 会的 素宝一定会照顾好外婆的 素锦鱼笑了 想说什么 但身体发出微微的光芒 渐渐地变透明 素宝 妈妈爱你 永远爱你 睡着的素宝嘴里喊着妈妈 小小的脸上全都是泪痕 此时 素老爷子和素家几兄弟都围在素宝身边 看到小奶团睡着喊喊着妈妈 都忍不住眼眶发红 他们看不见的是 素宝身边还有个人 季长 季长摸了摸素宝的额头 又碰了一下他手腕上的红绳 不一会儿 素宝脸上露出了浅浅的笑意 那 这回师父可不欠你妈妈的啦 飞机降落在京都国际机场 看到素宝还睡着 素老爷子使了个眼神 素一声抱起素宝 踮着脚往外走 由于怕吵醒素宝 他还维持着刚刚的姿势 拱着腰 就在这时候 带着一根脚帘的鹦鹉摇晃着身子 大叫一声 偷小孩了 偷小孩了 素宝一下子就睁开了眼睛 素家众人 他们无语地看着羽毛艳丽 绿得发光的鹦鹉 终于知道他为什么能学会顿鸟了这句话 小奶团中着迷茫的双眸 头发还有一点点乱 怀里抱着一只小兔子 看起来有点呆萌 苏一声和苏锦玉的感情是最好的 看见这样的素宝 一下子就想到了苏锦玉小时候 他心底柔软 抱着素宝揉了揉他脑袋 宝贝 我们到京都了 现在回家 没回神的小素宝茫然地点头 素家的车子早就在机场外等着了 四辆家常版劳斯莱斯 整齐地停在路边 引得路人纷纷回头 天哪咯 快快 快拍照 这车是来接谁的 好大的排场 众人正议论着 就见八个身子挺拔 气宇炫扬的男子走了出来 为首的是一个老者 其中一个男子 华里抱着一个小女孩 小女孩穿着白色的公主裙 华里抱着一只小兔子 他旁边的另一个男子 肩膀上站着一只丽皮鹦鹉 此刻鹦鹉正兴奋地唱着歌 琼哈哈 叶叉叉 哈利波特骑着扫把飞 sorry sorry 众人 这气质稍微有那么一点不符哈 只见八个男子脸都黑了 迅速带着萌娃上车 长长的豪车缓缓驶离机场 哇 这是哪家的公主千金 羡慕 同样是人 人家怎么那么会投胎呢 有个女人应该是网红 一边拿着手机拍一边激动说道 家人们呐 咱就是说今天咱长见识了呀 四辆家常版劳斯莱斯 你们知道这一辆车得多少钱吗 少少都要八百万 这是什么家庭啊 豪车里 素宝趴在窗户上 好奇地看着外面的高楼大厦 在南市 爸爸只带他出去过一次 那时候他也看到了好多高高的大楼 可都没有眼前的高手 素宝转头 凑近素一声闷道 小舅舅 这是妈妈的公主城堡吗 素一声鼻尖微酸 眼头道 嗯 这是素宝妈妈的公主城堡 曾经他们也想买下一个的 给他们的宝贝妹妹建一个专属城堡 可没有机会了 不过 素一声看着素宝 感觉心底的伤痛都减轻了一些 车子很快抵达素家庄园 这是一个坐落在城市中心湖紧区的庄园 周围山清水秀 很安静 素宝在董事 毕竟也是三岁半的孩子 看着眼前的庄园 小小的脸蛋上浮现震惊 这就是妈妈小时候长大的地方嘛 那个大草坪种了好多花花 如果她在草坪上跑得飞快 能不能看到妈妈呢 两排庸人站立在庄园两边 脸上洋溢着笑脸 欢迎小小姐回家 素老爷子和素一辰走在前面 低声交谈 素宝以后就是咱素家的小闺女 小千金 姓苏 苏一辰点头 嗯 苏老爷子苦恼 苏什么好呢 要赶紧给小奶团取个名字了 相对于素宝的待遇 林家人显得不要太惨 林家破产破得十分彻底 别的上市公司破产 老总好歹还有一点点钱 买个小房子什么的 林家人钱都被执行了 一切都被冻结 差点没睡桥底 最后还是木清新从兜里翻出几百块钱 才回到了乡下老家 林峰被苏银儿打得鼻子都熬了下去 以往这时候早就去医院了 可现在别说去医院了 吃饭都成问题 因此只能惨兮兮地躺着 痛也自己熬 村里的老房子是以前林峰发达的时候建的 要不是因为农村宅基地属于集体土地 他们连这个房子都没得住 风哥 起来喝点汤吧 木清新扮演着合格妻子 但已经越来越没耐心了 他希望法院赶紧调查清楚 把林峰抓进去 这样他就能顺利成正地离开 可林峰之前早就做过准备 目前顶替他被抓的是一名零食工 林峰看了一眼清汤 上面只飘着一点紫菜和鸡蛋花 大怒鲜娃 什么破东西 你就给我喝这个 话说到一般扯到伤口 痛得呲牙咧嘴 木清新低着头 楚楚可怜地抹眼泪 林老夫人在客厅大叫 木清新 你还不快去做饭 想乐死我们啊 木清新实在受不了了 他又不是他们的仆人 为什么他们总拿他当免费保姆 就在这时候 刷抖音的林老夫人刷到了热门 家人们呢 咱就是说今天咱长见识了呀 四辆家常版劳斯莱斯 你们知道这一辆车得多少钱吗 少少都要八百万 这也不知道接的是哪家的小公主 羡慕哭了 视频里 这是素宝被抱着上车的画面 林老夫人一下子就心梗了 一口气怎么都喘不顺 太不像话了 他自己倒是享福了 却忘了自己的爷爷奶奶 未不熟的小白眼狼 无效子孙 林老夫人忍不住骂 木清新躲在厨房里 偷偷打开手机看 八个气宇炫昂的俊逸男子 都戴着口罩低着头 周围还有保安开路 最亮眼的就是被抱着的素宝 简直可以用重心捧月形容 木清新盯着那四辆好车 心底越发的极度 不平衡 没想到他争了两年 机关算尽终于坐上林太太的位置 如今却落到了这样的下场 而那个他以为是乞丐的女人 竟是苏家的千金 早知道这样他争什么 还不如去讨好苏锦玉呢 木清新绝不允许自己的人生就这么晚了 他绝不认输 他眼底闪过一丝毒辣 打开手机 苏家的庄园占地八千平方米 是占地面积规模最大的别墅庄园之一 苏家八子各自有各自的事业 但却又不分家 相比很多上流豪门 苏家算是最团结的特例 以前的苏家其乐融融 可自从苏锦玉失踪后 整个庄园都陷入了一种 说不清道不明的氛围中 苏一辰拼命工作 极少回家 苏家其他兄弟哥忙哥的 苏老爷自白天去疗养院 陪陪苏老夫人 晚上才回来 今天是这几年来 除了过年过节之外 唯一一次八个兄弟都在的 几个舅舅都想带着苏宝到处走走 却被苏老爷自喝止 苏宝才刚出院 哪能到处走 要好好休息 舅舅们只好放弃 又想带着苏宝去参观他的房间 老爷自瞪眼 都围在这里干什么 快去把你们妈接过来 告诉他苏宝回来了 老太太因为女儿失踪一蹶不振 自己固执地去了疗养院 不愿意回来 最近两年更是卧床不起 做什么都没心情 越来越憔悴 最后苏老爷子乐呵呵地牵着小素宝 来 素宝 外公带你去看看房间 素家众兄弟 楼上 素宝 这就是你的房间 喜不喜欢 苏老爷子牵着素宝往房间里走 房间里是粉白色的装修色调 这是小女孩最喜欢的梦幻颜色 创作成了个小城堡的模样 有一个小小楼梯可以到达城堡顶端 圆了孩子的公主梦 城堡旁边有个滑滑梯 往前有个小沙发以及一张比较矮却超宽的梳妆镜 梳妆台上放着几排首饰架 各式各样的蝴蝶结 头绳 花花夹子 应有尽有 素宝从没见过这样的公主房 抬头认真问道 外公 这真的我的房间吗 他在爸爸家的时候 住的房子只有眼前这个床这么大 奶奶说不能让他住太好的房子 他的倒霉煞气会影响家里的风水 苏老爷子每听一次素宝喊外公 心情就更好一点 他笑道 当然 虽然这间公主房并不是最大的 但也不会差 喜欢吗 一旁的素一声问 素宝从中点头 乖巧说道 谢谢外公 谢谢小舅舅 素老爷子看着素宝 安自叹了口气 小奶糖还是有些谨慎 如同刚进入陌生环境的小兽 小心翼翼的生存 什么时候才能等到他跟他们撕无忌惮的撒娇的样子呢 素一声摸了摸他的头 不用谢呀 素宝 等会哥哥姐姐们放学回来跟你玩好不好 素宝疑惑道 哥哥姐姐 苏一声 三个哥哥 一个姐姐 是大舅舅和二舅舅的孩子 素家就只有老大苏一成和老二苏子林结婚了 苏一成两个男孩 一个上小学二年级 一个上幼儿园大班 苏子林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男孩上幼儿园大班 女孩上幼儿园中班 苏一声觉得 都是孩子 一定能玩到一起 小素宝在林家太孤单了 他的小伙伴只有鹦鹉和小兔子 十分需要有同龄孩子一起成长 素宝懂事的点头 虽然没怎么说话 眼底却悄然浮起了一丝期待 他没有过朋友 爸爸阿姨不许他出去乱跑 爷爷奶奶也不喜欢带他出去散步 有一次他隔着栅栏看到小朋友们背着书包放学回来 他们手牵手 高兴地跑着 他就很羡慕 素宝忽然仰头问道 小舅舅 可以给素宝纸和画笔码 他要给哥哥姐姐们送小礼物 转眼到了下午 素家庄园外停下一辆车 一个穿着优雅 带着一顶伊丽莎白帽的女人 牵着一个小女孩下车 小女孩穿着蓬蓬洛丽塔裙 花里抱着两个精致的洋娃娃 头上绑着跟裙子同色系的蝴蝶结 精致又漂亮 女人叮嘱道 哈 等会见到妹妹 要把一个洋娃娃送给妹妹知道吗 哈 哈借着嘴部说话 女人皱眉 刚刚不是说好了吗 你一个妹妹一个 不许闹脾气 哈 哈一听这话立刻就闹脾气 我不 我两个都要 说完头也不回地往庄园里跑 什么妹妹 她才不要给妹妹 所有玩具统统都是她的 女人一脸无奈 拿她没办法 只好转身对身后磨磨蹭蹭的小男孩说道 苏子曦 你快点 妹妹在家等着了 谁知道苏子曦也撇嘴说道 我才不要妹妹 她已经有一个很烦人的妹妹了 动不动就抢她东西 摔她玩具 爸爸妈妈跟她说道理她就会哭 苏子曦才不想再来一个妹妹 她说完也跑了 哈汉跑到自己的房间 喷一声关上门 这时候她的儿童手表响起铃声 上面显示外婆两个字 喂 外婆 哈汉语气还有些不高兴 对面的外婆问道 谁惹咱家小公主了 这么不高兴的样子 哈汉撅着嘴说道 妈妈让我把一个洋娃娃给妹妹 我不给 电话另一头 一个说着精致贵妇头的老太婆 转了转眼珠子 问道 是你那个新来的妹妹吗 素宝被亲爹虐打 苏老爷子和苏家几兄弟疯狂赶往南城 这件事都传到他们这边了 哈汉点头道 是啊 她看着手里的两个洋娃娃 爱不释手 她知道要给妹妹 可她都喜欢啊 她突然不想给了 却听电话那边的外婆说道 哈汉啊 家里新来了妹妹 你就不是唯一的小公主了 爷爷 大伯 叔叔们以后都不会对你好了 哈汉年纪小 立刻反驳外婆你胡说 外婆怎么是乱说呢 以前家里只有你一个女孩子 现在却多了一个 你看现在不是让你把洋娃娃都给她吗 他们都爱你妹妹不爱你了 哈汉气急 哭着把电话挂了 她抓起洋娃娃狠狠地砸在地上 一顿乱甩 不给 就不给 她就算是把洋娃娃摔坏了也不给妹妹 门外 素宝鼓起勇气 敲了敲韩汉的房门 原来刚刚她等了好久 终于等到姐姐回家了 可姐姐一回来就回房间去了 素宝想把自己的礼物给姐姐 这是她自己画的画 上面有美丽的彩虹 还有手牵手一起玩耍的小朋友 姐姐 素宝迟疑着喊了一声 哈哈猛地打开门 把砸坏了的洋娃娃往她身上狠狠一丢 你走开 讨厌鬼 素宝小手一僵 愣住了 素宝默然收回手里的话 素老爷子压住火气 教育道 哈哈 妹妹送你礼物是想跟你做朋友 你推人是不对的 她看向地上那个坏掉的洋娃娃 不由得皱眉 老二这个孩子特别的娇气 每次稍微说句重话 她就哭闹 果然 韩汉眼泪立刻就出来了 多脚大喊 我不要 素宝鼓起勇气 把话递给韩汉 姐姐别哭 这是素宝给你的礼物 韩汉看向她手里的话 一把推开她 谁要你这破东西 你滚开 素子林的妻子 韩汉听到动静上来 连忙说道 韩汉 不可以发脾气 说完又转向 素老爷子 爸 韩汉还小 素老爷子训斥道 还小就要教 这个问题我不止说过一次了 你们怎么教的孩子 小小年纪就这么蛮横 长大了怎么在社会生存 韩汉低头 我知道了爸 素老爷子生气地 牵着素宝走了 韩汉见爷爷不理他直接走 哭得更厉害 跑进自己房间后 把桌上的东西都摔了 韩汉心底很不是滋味 觉得老爷子说话太重了 他自己的小孩自己会教 逼人凭什么指手话教 哪怕这是孩子爷爷 也不行 虽然苏老爷子和苏老夫人 已经够好了 很尊重他 几乎不会插手他的家务事 可他平时也很孝顺他们呀 端茶倒水 逢年过节花心思给他们买礼物 应该没有比他更好媳妇的了吧 他只是在孩子这个问题上坚持 男孩穷养女孩富养 他这观念有什么错了 韩汉是苏家的小千金 以后就算不用干活也可以生活得很好 这么小为什么要想如何在社会中生存 那有条件就过得开心一点难道不好吗 维婉走进房间 好生好气地哄着韩汉 好了 韩汉瓜宝贝 不要哭了 韩汉哭得更来劲 我不 我就不 委婉 好好好 苏老爷子带着素宝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鹦鹉看到素宝回来 扑隆隆翅膀想飞过来 却被脚链给拉住了 素宝安慰道 小五瓜哦 等舅舅给你做好房间 就放你出来 由于素宝的房间是在他住院的时候就布置好的 舅舅们并不知道他还有一只鹦鹉 没有特别布置过的房屋 很多东西对于鹦鹉来说都是致命的 比如小五习惯了在野外 散养在屋内会撞玻璃 所以小五暂时就拴在素宝房间里 等他适应后再放开 苏老爷子看小奶团低声的安慰鹦鹉 心疼得不行 小家伙一定很难过 素宝 姐姐平时都这样 提起不太好 你不要难过 没想到小素宝却笑了笑 没事呀外公 看苏老爷子复杂的表情 素宝反过来安慰道 真的没关系的外公 素宝也不喜欢把自己的东西给别人 素宝不知道大人为什么非要他们小孩们离让 或许大人觉得这样有礼貌吧 可他们小孩才不是这样想的呢 自己的东西就是自己的呀 为什么要为了显得礼貌 就把自己喜欢的东西给别人呢 素老爷子一愣 素宝这么小 他却好像什么都抖 素老爷子更加心酸 脸色温和地摸了摸他的头 说道 素宝 这些话都是你画的嘛 提到话 素宝小脸立刻变得专注 点头说道 嗯嗯 素宝喜欢画画 以前在爸爸家 素宝画了好多画 但是很多都被阿姨撕掉了 还有一些他藏在书里面 走的时候忘了拿 素老爷子指着其中一幅画 这是什么 素宝画身小讲解缘 开心地介绍 这是两个小朋友去奇异森林里玩 外公你瞧 这里有一根花糖哦 这是春姑娘做的项链 石头伯伯从山上滚下来的时候摔成两半了 但裂缝里却长出了幸运草 是幸运伯伯了哦 看着朵花画小姐 她仰着下巴在说哼 你们都没有我漂亮 她是一个很高傲的花画小姐呢 随着素宝的介绍 小五都安静了下来 时不时歪头看一眼素宝的画 素老爷子惊异地发现自己仿佛之身于宫奇俊的动画世界中 素宝的画色彩鲜艳 一朵花 一块石头都有他们的生命 看着看着人的心都不由地平静下来 温馨而治愈 他忍不住把素宝的这些画都拍下来 想了想 发给了一个老朋友 那老朋友是绘画领域的元老级人物 素老爷子想的是素宝喜欢画画 看能不能入对方的眼 让对方收素宝做小弟子 爷孙俩正乐此不比看着画作的时候 楼下传来动静 庸人上来说道 老先生 老夫人回来了 素老爷子牵着素宝 说道 走吧 外婆回来了 楼下 苏子凌推着轮椅 坐在轮椅上的苏老夫人战声道 素宝呢 她说完抬头 就看到一个粉雕玉着的小奶娃被苏老爷子牵着 从楼上下来 素老夫人瞬间如同被人掐住了嗓子 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了 唯独眼里饱含泪水 忍不住无声落泪 这就是育儿的孩子 和育儿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可她的育儿却永远回不来了 素宝 苏老夫人烟梗 素宝挣脱苏老爷子的手 跑到苏老夫人面前喊道 外婆 她迟疑了一下 然后伸出小手 坚定地握住了苏老夫人的手 素宝答应妈妈了 答应妈妈好好照顾外婆 孝顺外婆 所以她一定会做好的 苏老夫人听着这一声外婆 气不成声地将素宝抱在了华里 素宝 外婆的小素宝 老人哭得厉害 素宝不知道怎么安慰外婆 只好伸出手 轻轻地拍着苏老夫人的后背 不哭不哭 外婆乖 不哭哦 楼上 围婉左哄右逗 好不容易哄的寒寒出了门 却正见楼下抱成一团的 苏老夫人和素宝 苏老爷子低声说着好了好了 别哭了 苏子林沉默地忙前忙后 又是拿纸巾又是端水 寒寒抱着洋娃娃 又生气了 为什么她的奶奶 会变成讨厌鬼的外婆 讨厌鬼抢她玩具 还抢她爷爷奶奶 寒寒发脾气了 扭头就往楼上跑 结果路过素宝的房间 听到了嘎嘎的叫声 穷哈哈 叶叉叉 哈利波特骑着扫把嘎嘎嘎 寒寒一时被吸引了注意力 直接推开素宝的房间门 结果就看到了 一只翠丽的鸟 粘在一个架子上 她双眼一亮 立刻跑了进去 围婉看到寒寒跑到素宝房间 连忙跟上 低声哄道 小宝贝快出来 这是你妹妹房间 小五看到冲过来的寒寒 筋得扑楞翅膀 嘎嘎 熊孩子来了 救救我 救救我 维婉听到这话不由的皱眉 这鹦鹉平时是怎么教的 她怎么可以当着寒寒的面 说寒寒是熊孩子 一点教养都没有 维婉拉住寒寒 我们快下楼吧 奶奶在楼下呢 寒寒挣脱维婉 固执道 我不 我要鹦鹉 维婉拿她没办法 只能好言相劝 这是妹妹的鹦鹉 寒寒要是喜欢妈妈 待会就去给你买一只 寒寒跺脚闹脾气 不要 就不要 我就要这只 她一边说一边爬上凳子 抬手就去抓小五 受惊的小五拼命扑腾想飞 却被她抓着脚帘拖过来 一把揪住了小五的脖子 寒寒眼底充满着兴奋 抓到小五后立刻紧紧抱在花里 命令道 不许动 再动信不信我打死你 小五很怕生人 这两天好不容易才接受了素宝的几个舅舅 现在小绿豆眼里都是惊恐 她扯开嗓子嘎嘎大叫 救命啊 救命啊 顿鸟啦 楼下的素宝陡然从苏老夫人怀里起来 众人这时也正好听到楼上鹦鹉嘎嘎大叫的声音 素宝二话不说就往楼上跑 苏老爷子反应过来 怒急训斥苏子林 又是寒寒 教你多花些心思教育教育孩子 你平时都在干什么 莫能少话的苏子林急红了脸 憋不出半个字 众人连忙跟着上楼了 寒寒费好大劲都控制不住鹦鹉 她老是扑腾 爪子还把她手臂都抓伤了 她一生气 抓着鹦鹉就往桌上摔 怒道 让你不听话 打你 打你 鹦鹉惨叫连连 素宝刚进来就看到这一幕 顿时小脸都气红了 跟一只被惹毛的小兽似的 猛地冲上去 她生气地说道 你为什么打小五 不可以打小五 哈哈本来就有公主病 从来没有人跟她说过什么不可以 见素宝过来抢鹦鹉 她就觉得自己的东西被抢了 猛地推开素宝 大叫道 是我的 鹦鹉被她捏着脖子揪在手里 舌头都吐出来了 素宝急得不行 反手也推了过去 养个孩子顿时打了起来 鹦鹉从韩汉手里挣脱 受惊的扑腾乱飞 羽毛满天飞 众人怎么也没料到 一向很乖巧听话的素宝会突然炸锚 反应过来的时候 两个小孩已经扭打在了一起 房间内羽毛乱飞 韩汉一边打一边哭 素宝眼底含着眼泪 可倔强地一声不吭 她手里的红绳发出微不可查的红光 只把韩汉做得哇哇叫 韩汉从来没有被打过 不管是在幼儿园还是在家里 全都是哄着她的 她要什么就得什么 别说打了 众话都听不得 此时感觉天都塌了 坐在地上哭天枪地 都快把屋顶掀了 素子熙以及刚回来的素子瞻 素子游三个小男孩 啥时候见过这样的场面 都惊呆了 委婉又急又木 下意识斥责道 你怎么可以打人 你不想给姐姐鹦鹉你可以说啊 为什么要打人 素宝小嘴巴敏得紧紧的 眼眶发红地说道 是姐姐先打我的 委婉气道 她打你你就能打回去 小孩子要懂得牵合礼让 够了 苏老爷子一声梦吓打断了委婉的话 你教别人就懂得让别人牵合礼让 你看看浩瀚 她懂得牵合礼让了吗 今天是她先抢素宝的鹦鹉 先打人 你竟还第一个批评素宝 委婉一顿 虽然不再说话 但心底很不平衡 是 她的确冲动了点 但她的宝贝航瀚长这么大 她都没舍得说过一句重话 现在却被打成这样 欢成哪个当妈的心里能舒服 再说了 打人本来就不对啊 航瀚只是推开她 航瀚都没打过人 她怎么会打人 委婉看向苏老夫人 她刚刚急急忙忙推着轮椅去关心素宝 都没有关心航瀚 她也觉得心寒 航瀚也是她孙女啊 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安慰航瀚 航瀚得有多难过 委婉心疼地抱起航瀚说道 韩宝乖 妈妈抱 她抱着航瀚一声不吭地走了 苏老爷子气得半死 训斥道 我还说不得她了是吧 难道她都意识不到问题 苏子琳憋了半天憋出一句话 爸你别生气 委婉在孩子的问题上的确比较敏感 不说还好 说了苏老爷子更气 可眼前也不是气的时候 她连忙上去查看素宝 素宝 有没有事 素宝抱着小五摇头 可眼底到底擒着泪珠 一声不吭 苏老夫人心疼地跟着流泪 一边抱着她拍拍后背 不哭 咱素宝不哭 素宝嘴巴一扁 烟梗道 是韩汉姐姐先打小五的 她不要牵合礼让 她也是小孩 凭啥姐姐可以打人 却要她牵合礼让 小家伙只觉得委屈极了 以前被打被骂的时候没有哭 可现在苏老夫人抱着她 苏老爷子安慰着她 不知道怎么的她就觉得眼泪痘痘忍不住了 素宝突然娃得一声哭起来 似乎把这些年来的委屈都宣泄出来 哭得厉害极了 她在门口看着的三个小萝卜头立刻收回身子 悄悄往自己房间跑 果然 所有的妹妹都爱哭 烦死个人 她们才不想要这样的妹妹 喊喊房间里 为婉看自己宝贝女儿手臂都被抓伤了 火大得很 这时候苏子凌还进来了 说了一句 你怎么回事 还不去给素宝道歉 委婉瞬间炸了 把尸毛巾往地上一扔 气道 苏子凌 有你这样当爸爸的吗 现在是我们韩汉被欺负 你看看韩汉 眼睛都肿了 手臂上都是血 苏子凌冷笑 她不去抢别人的东西 能被别人打骂 韩汉一听哭得更厉害了 苏子凌沉默话不多 听完这哭声心烦的转身就走 一直以来苏子凌和委婉的感情都不好 当初是委婉算计了苏子凌 两人发生关系后委婉又怀孕 她虽然对委婉没感觉 但还是负责了 只是在韩汉出生的时候 苏子凌才知道当年的事是委婉算计的 从那时候她就提出过离婚 但委婉不肯 委婉的妈妈一直以两个小孩唯有劝她别离婚 苏子凌就这么拖了下来 此刻委婉只觉得伤心透了 她做错什么了 心疼自己的孩子 保护自己的孩子难道还有错吗 素宝的房间里 小五缩在素宝华里 素宝缩在苏老夫人华里 刚到新地方的鹦鹉差点被掐死 有点应激反应 素宝也很难过 自己没保护好小五 看素宝渐渐平静下来 苏老夫人道 素宝好点了吗 这件事的确是韩汉姐姐不对 素宝做得没错 苏老爷子也说道 是啊 素宝很棒 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好孩子 素老夫人紧接着一句 素宝是外婆的乖宝宝 两老的如同接力棒 你夸完一句我夸一句 素宝第一次被人这样夸 不好意思地揪着小五的翅膀 说道 外公外婆也是乖宝宝 两个老人一愣 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苏逸晨刚刚在书房开会 此时出来才知道素宝和韩汉打架的事 不由得皱眉 她站在门口一言不发地看着素宝 心脏有些微疼 见苏子凌走过来 她低声道 老二 你这个事情必须得尽早解决了 维婉刚嫁进来的时候 两人虽然没有太深的感情 但因为已经有了儿子苏子曦 所以还算过得去 一直到韩汉出生时 苏家人才得知真相 苏子凌要离婚 为家那边不堪 苏家这边因为妹妹苏锦鱼失踪 每个人为了寻找她都心里交瘁 这件事就一直拖到了现在 苏子凌闷声道 我知道 可如今两个孩子已经这么大了 我担心离婚对他们有影响 再怎么样也是自己孩子 虽然平时相处不多 但到底割舍不下 苏逸晨点了点头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她也无法替苏子凌的人生做决定 她说道 自己处理好 两人看向苏宝房间内 小家伙已经雨过天晴了 正和苏老夫人讨论自己的名字 她说道 妈妈说苏是一种骨子 去壳后叫小米 苏奈汉 适应性强 所以给苏宝取了苏宝的名字 小家伙的声音乃声乃气的 小脸却严肃认真 感觉像是把妈妈说过的话 一字不差地背下来了 苏老夫人鼻子酸酸地 点头道 苏宝的名字取得真好 妈妈叫苏锦鱼 苏宝也信苏好不好 苏宝高兴地点头 那那 信苏 跟妈妈一起信 苏老爷子笑道 苏什么好呢 苏宝举起小手手 抢答道 苏苏宝 众人不由地扑斥一声笑了 苏义成走了进来 说道 叫苏苏吧 苏老夫人摇头 不好不好 一听之下好像在叫叔叔 众人一时犯了难 信苏又要保留苏 有点难 他们决定开个会 全家一起征集姓名 苏老夫人又问道 苏宝今年三岁办了试吗 苏宝想了想 是的吧 妈妈说苏宝是315打假蹦出来的 众人顿住 315 那就是一个星期后 一个星期后 苏宝就要满四岁了 苏老夫人说道 太好了 正好我们给苏宝开一个生日会 给苏宝买一个超级大蛋糕好不好 然后苏宝可以跟蛋糕许愿哦 苏宝双眼一亮 欢喜到 真的吗 他也可以有大蛋糕了耶 以前阿姨 爷爷奶奶他们过生日都会有蛋糕 但他从没有 苏老夫人看他开心的样子 不由地问道 苏宝以前跟谁过生日呀 苏宝摇摇头 苏宝没有过过生日 爸爸说没空 阿姨说 怀孕了看到蛋糕绘土 他小心试探着和爷爷奶奶说 想要一个小小的蛋糕就可以了 结果爷爷奶奶说要什么蛋糕 嫌大家还不够毛马 所以现在 苏宝对过生日充满了期待 蛋糕可以许愿哦 他看到过阿姨许愿呢 那到时候他就可以许愿 希望妈妈在天上耕耘朵 太阳公公 月亮婆婆一起很开心的生活 希望外公外婆活两个一百岁 开开心心的 看小家伙开心 大家也就放心了 晚饭的时候所有人都回来了 这是时隔四年后 苏家第一次这么热闹 饭桌上苏老爷子提了苏宝起名的事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 都绞尽脑汁地想着 委婉一声不吭 心底越来越不是滋味 刚刚苏宝刚打了含含 他们为什么一个都不关心韩汉 现在还这样堂而皇之地 讨论苏宝的名字 有想过韩汉的感受吗 果然韩汉看到所有人的关注点 都在苏宝身上 又不高兴了 他瞪了一眼苏宝 对于韩汉差点掐死小五的事 苏宝也还记仇呢 他觉得韩汉姐姐不讲道理 所以也扁嘴 扭头到一边 你不理我 我也不理你 韩汉见苏宝竟然不理他 他一声把手里的鸡腿扔在地上 娃一声哭了 苏子曦 苏子珍 苏子游三个小男孩 同时翻了个白眼 又来了 韩汉连忙问道 韩汉怎么了 怎么突然哭了 韩汉抓着碗把里面的饭菜都掀了 哭闹不休 你们都不理我 韩汉心底一酸 他深深地看了众人一眼 看到了吧 都是你们的错 所有人一个劲地讨论素宝的名字 伤害到韩汉幼小的心灵了 韩汉道 乖 妈妈在呢 妈妈咧韩汉 却不想韩汉把筷子往桌子中间扔 大哭大喊 我不 我就不 我不许你们谈妹妹的名字 我不要妹妹 苏老爷子压抑着怒火 冷冷说道 不想吃就下去 谁教你可以把碗先了 把筷子扔到饭桌上 韩汉看到爷爷这么凶 立刻哭得更凶 两只脚使劲地踹桌子 我不要我不要 就不要 不管别人说什么 他就三个字 我不要 众人 苏子林一声不吭 抱起韩汉就想走 谁知道韩汉撒泼打滚 气得他直接拎着韩汉后背的衣服 把他拎起来 朝楼上脱去 维婉急道 苏子林你干什么 素宝吓得手里的肉肉都掉了 不安地说道 二舅舅不要打韩汉姐姐 以前他也被爸爸这样拖走过 想起爸爸汹汹的脸 素宝感同身受 忍不住闽纯 苏子林愣住 下意识地放开了韩汉 维婉连忙把吓坏的韩汉抱在花里 双眼泪汪汪地瞪了苏子林一眼 蹬蹬蹬上楼去了 他觉得他们都太过分了 有必要对一个小孩这样绝情吗 他们没看到吗 韩汉手腕上还有伤口 眼睛也被打青了 为什么还要这样故意亮着韩汉 维婉只觉得心都要碎了 维婉抱着哭闹的韩汉 自己也一个劲地掉眼泪 他觉得心寒了 五六年的感情都五不热苏子林的心 这时候韩汉的外婆打视频电话过来 看到一大一小两人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连忙问道怎么了这是 维婉哭着把事情说了 韩汉外婆在那边气得很 你看我就说了吧 以前苏家就只有韩汉一个女孩的时候 不管怎么样都会当个公主宠着 现在那小丫头一来 他们就不会再宠韩汉了 一旁的韩汉听着这话 也想到自己长这么大第一次被打 叔叔伯伯 爷爷奶奶他们都没有来哄他 一时间哭得更厉害了 维婉烦躁地说道 妈 你别说了 韩汉外婆双眼一瞪 我怎么就不能说了 本来就是这样 我真是服了 连续出生的小孩还比不过一个外姓小孩 维婉道 素宝也会姓苏 韩汉外婆连连摇头 完了 以后咱家韩汉更加出不了头了 素宝那野丫头根本不是好惹的主儿 你知不知道 在南城的时候 她就把自己后妈推下楼流产了 这也就算了 她那些舅舅们包庇 她也是护上天了 明明是素宝犯错 他们却让临家破产 韩汉外婆霹里啪啦一顿说 维婉皱眉 不是那个后妈自己流产陷害素宝的 韩汉外婆说道 你等等 我把爆料视频发给你 不一会 维婉就收到了一段视频 视频里一个经过变身处理的爆料人 自称是穆清新的好朋友 还出示了穆清新住院流产两次病危的通知书 还有黑衣保镖把临家两个老人家和临峰 扔出临家别墅的小视频 以及苏盈儿按着临峰 把她往墙上狠撞的小视频 当然这些小视频里 苏家人都打了马 唯独素宝没打马 韩汉外婆继续说道 看了吧 两次病危通知 两次大出血 哪个后妈会因为讨厌一个小孩 把自己肚子里的小孩都搭进去 还两次大出血病危 谁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所以说什么我们家韩汉蛮横 真正蛮横的是那个小孩 小小年纪心机就重得很 小白脸一个 今天她把韩汉打了 苏家却一个哄韩汉的都没有 这说明什么 说明那小丫头给苏老爷子 苏老夫人上眼腰水了呗 背后还指不定 怎么说咱家韩汉坏话呢 韩汉看着视频 只觉得太恶心了 这样的小孩 竟还被苏家接了回来 看来以后得多提防她 韩汉说道 母女俩的对话一点都不避讳 韩汉把所有的话都听了过去 素宝害死后妈肚子里的弟弟 素宝很心机 素宝是小白脸 这些词都被韩汉牢牢记住了 沐庆心的爆料 很聪明地不往大媒体去爆料 而是以小道消息的形式传播 短短一个星期 素宝害得自己后妈流产差点死掉 林佳音惹弄素宝被天良王破的 八卦在各个贵妇群 民怨群 豪门吃瓜圣地群等等地方流传了个遍 素家八字都是男子 没有谁会去混这种无聊的八卦群 近一时间没发现端倪 直到素宝生日这天 为了给素宝证明 让所有人都知道素宝是他们素家的小千金 素宝生日宴的邀请早早就发出去了 邀请了很多名流圈子的人来 这一天 素宝的衣柜里挂满了公主群 有洛丽塔群 蓬蓬群 蛋糕群 从红色黄色粉丝嫩绿色 什么颜色都有 如彩虹一般缤纷 素宝 选一件 苏老夫人和爱地摸着她的小脑袋 看着她双眼亮晶晶的样子 心底的遗憾和疼痛渐渐被弥补 素宝抬眸望道 哪一件都可以吗 素老夫人点头 嗯嗯 都是素宝的 素宝迟疑了一下 凑近苏老夫人 轻轻地亲了一口 谢谢外婆 最后素宝选了一件粉紫色的 洛丽塔风格公主群 头发绑上两个小啾啾 小啾啾上加了两个粉色的蝴蝶结发夹 然后沿着头顶弧线 随意散落下几个小的蕾丝蝴蝶结发带 可爱的小奶团便如同仙界掉落凡间的小精明 漂亮又可爱 素老夫人正住 喃喃道 素宝真好看 素宝歪头笑了笑 抬手用小小的手指点在素老夫人鼻子上 也夸道 外婆也很可爱 素老夫人忍不住笑了 素宝唇脚微弯 妈妈说 要照顾好外婆 让外婆开心 她有努力地在做 这一天的素家庄园对外办开访 庄园里热闹极了 悠扬的音乐声缓缓奏响 大草坪上滑灯闪耀 人们工愁交错 低效盈盈 素家庄园的外面 戴着口罩戴着帽子的木青星 看着里面的热闹 眼底都是嫉妒 没人知道这段时间她过得多惨 连回容了 林峰厌恶她 时不时还打她 林家人把她当成牛马来使唤 她跟个庸人似的伺候他们一家子 她这么惨 凭啥素宝这么风光 木青星像一只躲在阴沟里的老鼠一般 伺机窥探 寻找机会 庄园里 素宝穿着一身漂亮的裙子 怀里却抱着一个略显破旧的小兔子 被苏逸臣牵着下楼了 她的身后跟着苏逸臣 苏洛和苏岳飞 没人看到 这些人之后还站着一个灵魂 机长依靠在楼梯栏杆上 高纯看着素宝 呜 还好 算赶上了 这时候灯光打下来 聚焦在素宝身上 机长挑眉 抬手打了个响指 灯光的光运仿佛染上了一层仙气 素宝粉紫色的裙子上尽量起星星点点 好像星空 美丽又炫辣 除此外 她身上仿佛被盛光笼罩 显得小奶团如同凡间的小精明 众人脸上都是惊叹 好漂亮的裙子 好精致的小女孩 他们一个个都暗自打量着素宝 这就是苏家的小小千金呀 则 果然受宠 苏逸臣这个老面总裁都甘愿低下头牵着她 只差没给她提裙子了 这种场合还抱着一只破旧小兔子 听说那只兔子是她妈妈留给她的 他们觉得素宝好会装 经过沐庆星那个爆料视频 众人见到素宝的第一反应 自然是娇纵 心机 白莲花 生怕自己小孩跟她打交道会吃亏 都让自己的孩子不要跟素宝玩 当然 有忌惮的就会有讨好的 有几个贵妇人就不一样 一个劲地推着自己的小孩去陪素宝 韩瀚站在二楼 看着被重新捧约的素宝 嘴巴一扁 她指着素宝的裙子 转头就说道 妈妈 我也要那件裙子 韦瀚看向素宝 心底很不平衡 这么漂亮的裙子 她也是平生紧见 刚刚被狠狠的惊艳到了 这样的裙子就该是她的宝贝小公主穿才对呀 他们果然不爱韩瀚了 韦瀚默然道 韩瀚乖 妈妈后面再给你买 韩瀚哭闹 我不 我就不 我就要那件 韩瀚外婆刚从那件会发光的漂亮裙子中回神 在一边煽风点火 哟 那件裙子是基发家限定款吧 国内只做了这一件呢 哎 要不是她 这裙子就是咱韩瀚的吧 维婉想说什么 但转念意想的确是这样呀 素家原本就只有韩瀚这个小公主 要不是素宝来了 世界上所有好的东西都将是她宝贝韩瀚的 现在呢 他们的眼睛都盯着素宝看 心都挂在素宝身上 韩瀚都被他们忽视了 维婉只觉得太难过了 仿佛整个素家的人都亏欠了她 亏欠了韩瀚 却完全忽略了 素宝裙子送到的时候 素家也同样给韩瀚买了一批公主裙 素宝有星空裙 韩瀚也有 虽然款式列有不同 但价钱却相差不到哪里去的 韩瀚听着这些话 眼看哭闹得更厉害 维婉想把她暂时带回房间 韩瀚却猛地冲下楼 韩瀚 委婉焦急地追上去 花园里 素宝坐在小桌子前 正在和几个小朋友一起吃蛋糕 一堆小女孩里 突兀地坐着一个小男孩 小男孩穿着小西装 搭着一个蝴蝶结领结 小小脸蛋却能看出以后 必定是个君与非凡的大帅哥 苏和文是苏一辰的长子 现在读小学二年级 是苏家孙子辈中最大的一个 此时遵照自己爸爸的吩咐 坐在素宝身边看小孩 他小小的脸上都是冷冷的表情 有点酷酷的 哄得他老爸真传 素宝正在切蛋糕 周围好多小朋友 他还没从来没有那么多朋友 这时候耳边又响起那个声音 嗨 小书包 有没有想师父 素宝敏纯不说话 师父是个大坏人 说了很快就来看他 结果好久都没出现 妈妈以前也说只是睡一会 可再也没醒来 素宝不吭声 切了一块蛋糕递给苏和文 哥哥 吃蛋糕 见素宝不理他 既常在旁边碎碎念 来 今天你生日 师父教你一个小本领 苏和文撇开脸 说道 我不喜欢吃甜的 他抿着唇 心底十分不情不愿 因为含含 他一直对妹妹这个生物十分排斥 果然就见素宝嘴巴一扁 周梅道 我不要 苏和文按道一声果然 又来了 下一秒是不是要哭起来 然后跑去跟奶奶告状 他厌恶地转过头 等了几秒 却没见素宝哭 苏和文有些诧异 转头就见素宝转头 不知道跟谁说道 你走远点 素宝的左边正站着一个穿爱杀公主群的小女孩 大概六岁的样子 叫做雪儿 刚刚她一个劲地讨好素宝 又夸素宝裙子好看 又夸素宝像公主 以为粉蛋糕的时候素宝会第一个分给她 谁知道素宝竟叫她走远点 雪儿咬唇 看向苏和文软身告状 和文哥哥 我好像惹素宝不开心了 她看出来了 苏和文好像不太喜欢这个妹妹 她的妈妈让她过来的时候叮嘱她 要跟苏和文套亲近 雪儿懵懵懂懂之间 觉得自己也喜欢和文小哥哥 雪儿家实在这些小孩子是仅次于素家的 因此也有两个小跟班 两个小跟班你一言我一语 你怎么可以这样哦 雪儿又没惹到你 雪儿给你过生日 你干嘛叫人家走开了 一点都不礼貌 其他小孩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素宝那句话是跟季常说的 本来看雪儿误会了想要解释的 可她忽然看了看雪儿 又看了看苏和文 不吭声了 季常在意鞭责了一声 这个小孩 够早熟啊 他是知道在古代 敌数竞争激烈 为了存活下去 小孩的母亲会早早教他们后宅争斗之事 有心机容易活下来 可没想到现在这些豪门里教孩子也是这样 两个小朋友还在批评他 你快给雪儿道歉呀 你为什么要骂雪儿 素宝板着小脸不说话 他才没做错 这个叫雪儿的小女孩怪怪的 跟阿姨有一点点像 他不想把蛋糕分给他 见素宝不说话 雪儿双眼红红的 算了 可能素宝不喜欢我吧 苏和文壮美 直觉雪儿在欺负素宝 他朗朗说道 既然你惹素宝不开心了 那就该道歉 否则别人凭什么喜欢你 虽然他不喜欢妹妹 可却挺护短 雪儿 他傻了 这跟他想的不一样呀 他在家也有个上幼儿园的妹妹 妹妹经常抢她玩具 每次他这样可怜兮兮说话的时候 父母骂的都会是妹妹 为什么苏和文却批评他 雪儿没受过这样的委屈 这回眼眶真的红了 烟梗道 对不起 他心底好生气 妈妈说素宝是心机小白莲 果然是这样 雪儿觉得自己被苏和文讨厌了 这一切都是素宝害的 正想着忽然别墅里冲出一个小小身影 经直朝花园这边扑过来 韩瀚二话不说抓住素宝的裙子 哭喊道 这裙子是我的 素宝被他拉扯的亮枪了一下 手里的蛋糕掉到了自己的裙子上 他愣了一下 韩瀚挥舞着小手 一掌就打到了他脸上 素宝顿时生气了 韩瀚抢他的小五 还抢他的裙子 还打人 这裙子是大舅舅送给他的 素宝用力把韩瀚推开 韩瀚一屁股坐在地上 瓦得一声大哭起来 这嗓门 精锐又有穿透里 正在低声谈笑的大人们 顿时差异地停了下来 韩瀚正在哭喊 你陪我裙子 这是我的裙子 你是个坏小孩 是心机 白脸 众人脸上顿时闪过各种各样的神色 哦 原来素宝身上穿的 是韩瀚的裙子啊 这个小孩 刚回苏家就把姐姐心爱的裙子抢走了 苏家人还纵容着他 韩瀚真的是太惨了 这边闹起来了 正在接待客人的苏家其他人联盟赶过来 一个妇人走向雪儿 问道 怎么了 雪儿红着眼镜 哭着低声说道 妈妈 刚刚素宝让我滚 可是我没有惹到她呀 何文哥哥却让我道歉 雪儿觉得好委屈 旁人听到这话 心底更是暗道一声果然 蛮横小白脸无疑了 苏家人也太不应该了吧 他们也听说了苏锦玉的事 虽然苏锦玉的死的确让人遗憾 可也不能这样关着小孩吧 这个素宝也是有心机 吃准了苏家人对自己愧疚 为所欲为 委婉匆匆跑了过来 抱起韩瀚谎道 韩瀚乖 不要闹 我们先回去 韩瀚一听闹这个字 哭得更凶 我不 我不要回去 我就要我的裙子 呜呜呜呜呜 苏一辰和苏老爷子赶到了 苏一辰冷声问道 怎么回事 他看向素宝 第一时间确认素宝有没有事 可素宝误会了 咬着唇一声不吭 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场面 在邻家的时候 每一次阿姨受伤了或者哭了 爸爸就质问他 而他每一次解释 都会换来爸爸的巴掌 渐渐的 素宝就学会了不说话 苏和文看向素宝 这样不哭不闹的妹妹 咬着唇 眼底有泪花 却倔强地不哭 不知道怎么的 他竟有些坐不住了 他站了出来 把素宝拉到一旁 说道 不关素宝的事 他什么也没做 苏和文看向滚在地上的寒寒 冷淡道 韩韩突然跑出来 要抢素宝的裙子 素宝推了他一下 又看向雪儿 至于素宝说让你滚 更没有的事 虽然那句话似乎是这个意思 但素宝的确没有说滚 苏和文板着小脸 脸部红心不跳的样子 小朋友们都看呆了 呃 没有嘛 小萝卜们感觉 自己的脑瓜不够用了 看苏和文这么肯定的样子 也觉得素宝 刚刚好像啥也没说 雪儿涨红了脸 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白口莫辩 扑在自己妈妈 哗里无误地哭 众人看向雪儿 又看向韩汉 雪儿的事先不提 但韩汉这件事 肯定就是素宝不对 看人家哭得多伤心呀 一直说是自己的裙子 小孩哭得那么伤心之下 怎么可能会说谎 众人都不信苏和文说的话 什么叫韩汉抢素宝的裙子 苏老爷子听苏和文这么说 已经猜到发生了什么事 他看向维婉 朗着脸说道 还不把他带回去 苏老爷子已经很克制了 没有在外人面前指责维婉 然而维婉却觉得老爷子太偏心 明明是素宝推了韩汉 却又包庇他 维婉冲动地说道 爸 这明明就不是韩汉的错 要不是你们这样偏心 韩汉又怎么会闹呢 苏老爷子气得半死 闭嘴 立刻马上给我把他带回去 维婉眼圈都红了 只能对韩汉说道 宝贝 我们先回去 众人都同情地看向维婉和韩汉 觉得他们好可怜 韩汉外婆在一旁一个斤的挨幽味 消消气消消气 小孩子之间打打闹帽都是正常的嘛 韩汉却一点不领情 不愿意起来 滚在地上哭闹 苏毅诚失去耐心了 他冷冷说道 既然不起来 就在这里闹够再起来 看到苏毅诚发话 维婉下意识地一慌 不过依旧觉得自己没错 韩汉没错 苏毅诚看向维婉 冷声问道 是你跟韩汉说 苏保这件裙子是他的 维婉咬唇道 我没有 韩汉外婆连忙道 哎呀哎呀 不就是一条裙子吗 苏保喜欢就给苏保了 是我们韩汉不懂事 苏毅诚无语了 什么叫苏保喜欢就给苏保了 作为男人 原本他们真的不想计较这些小事 但是 他们绝不容许别人对苏保指指点点 今天这件事 就算是小孩间的事也得掰扯清楚 苏毅诚低声跟身边的助理说了什么 不一会助理去拿了一个文件出来 维婉顿时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苏毅诚寒声道 这是这件星空裙的定制数据 都是按照苏保的身材 身高定制 韩汉比苏保高 苏保身材瘦小 这件裙子本就是给苏保定制的 众人已愣 这才想起这个问题 对呀 苏保瘦瘦小小 这件星空裙正好和他身 再看韩汉 天壮 就算苏保把星空裙脱下来 韩汉也穿不进去的 维婉有点下不了台 心里怨气很重 就算是这样 可也不能改变他们偏心的事实啊 他说道 我没说过这裙子是韩汉的 我只是说苏保有儿 韩汉没有 韩汉才会闹 众人又看向苏毅诚 虽然 但是 偏心的确也有问题 苏保要的都给 韩汉却什么都没有 也难怪人家小孩闹 苏毅诚冷吃一生 是一助理翻开定制合同的第二页 苏保定制了星空裙 韩汉也定制了星空裙 这一页 是韩汉裙子的数据 维婉 有人眼尖瞄了一眼 惊叹道 我以为苏保小姐的星空裙最贵了 一千万 没想到韩汉小姐的裙子更贵呀 一千零五十万呢 虽然五十万不多 对苏佳来说就那一点点钱 可这就不能说是偏心了 众人看向维婉的眼神微微变了 有几个人低声说道 小孩不懂事 这是大人跟他说过什么 他才会以为裙子是自己的吧 我也觉得 也不知道妈妈是怎么教小孩的 早就听说这个小孩蛮横无理 维婉咬唇 只觉得脸上虎拉拉 下不来台 这些人怎么这样啊 当着别人的面一论别人 没有一点教养的嘛 哈哈还在哭嘛 滚在地上 一声比一声高 苏子林尴尬极了 闷不作声上去抓起韩汉就走 维婉急忙追上去 一边拍打他 你干什么 你放孩子下来 但苏子林不听 这回铁了心 不管韩汉怎么哭闹 都决定要把他关进了房间里 韩汉外婆又开始一个劲的爱优位 倾驾消消气 消消气 小孩子嘛 韩汉也不是故意的 他就是太喜欢那条裙子了 小孩子嘛 能有多大错 韩汉外婆对着笑脸 却不想想之前是谁说那些挑拨离间的话呢 监控里 素宝正在分蛋糕 素和文扭过脸拒绝 素宝看向一旁的空气 不知道说了什么话 雪儿忽然一脸委屈地看向苏和文 紧接着几个小朋友开始指责素宝 素宝先是一脸茫然 不过很快小脸上都是倔强 几个小孩正在争吵的时候 韩汉忽然冲了出来 二话不说就扯素宝裙子 素宝手里还拿着蛋糕 就被他推得后退一步 然后韩汉就一巴掌打在了素宝脸上 素宝手里的蛋糕也被他拍飞掉在素宝裙子上 素宝生气了 一个用力把韩汉推开 韩汉就躺在地上尖叫哭闹起来 监控比较远 听不到小孩子们说什么 但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素宝从头到尾什么都没做 众人惊恶地看向雪儿 一开始 他们是听雪儿说了素宝无缘无故对他发脾气 让他管 然后韩汉来之后 素宝二话不说就打了韩汉 可现在一看 完全不是这样的呀 雪儿刚刚不是说素宝小姐二话不说就打了韩汉小姐吗 这咋的反过来了这哪哪都不对呀 雪儿的谎言被当众拆穿 羞愤得都快哭了出来 雪儿妈妈脸色也难看极了 小孩子可能记错了 她只能这样说道 众人都多大了 这都能记错 要么是脑子不好使 要么是故意误导别人吧 哎 这么说的话就怪不了素宝小姐呀 就是就是 是韩汉小姐先动的手 再怎么样也不能打人吧 刚刚看韩汉哭闹觉得她可怜 现在怎么越看越像熊孩子 看到别人怀疑的眼神 韩汉眼底浮起一丝茫然和无措 又完一声大哭起来 委婉的拳头越钻越紧 她心如刀脚 粘声道 大哥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当众把监控放出来 让所有人都看到是韩汉先打人 孩子还这么小 她自尊心往哪里放 这心里阴影的有多大 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韩汉 苏一诚冷冷看了委婉一眼 都懒得和她讲道理 在委婉的世界里 别人伤害韩汉一点都不行 但素宝呢 难道她的韩汉是孩子 素宝就不是孩子吗 苏一诚看向韩汉 压低声音说道 站起来 韩汉最怕的就是苏一诚 哭闹着 却又不敢违背 抽抽搭搭地从地上爬起来站好 苏一诚问道 你觉得你这样对吗 韩汉哭着不说话 其实到了这个时候 她隐约开始觉得自己错了 她哭着擦眼泪 我不要说 我不要 依旧无理取闹 但声音已经小了很多 委婉心疼不已 怎么可以这样当众批评小孩子啊 然而不等她说话 苏子凌就冷视她一眼 韩汉说道 你最好闭嘴 别逼我把事情做绝 委婉 她一时真的闭嘴了 因为苏子凌不说则已 一说肯定要做的 万一离婚真的无法避免 让她近身出户怎么办 素宝看着韩汉 小脸绷着 一声不吭 她觉得 韩汉姐姐其实不坏的 可是为什么每次都会这样呢 她有妈妈宠爱呀 有妈妈宠爱的宝宝 应该是最幸福快乐的才对 但素宝觉得韩汉姐姐并不快乐 苏依晨继续问道 你为什么打素宝 韩汉抽烟着 我想要裙子 这是我的裙子 没有妹妹在 这些都是我的 韩汉外婆一听 心底也不知道怎么咯噔一声 她连忙说道 哎呦喂 你瞧瞧这孩子 想要什么应该跟我们说嘛 素艺诚看向韩婉 老生问道 是你跟韩汉说 素宝这件裙子是她的 韩汉咬唇道 我没有 韩汉外婆心急道 哎呀哎呀 不就是一条裙子吗 素宝喜欢就给素宝了 是我们韩汉不懂事 素艺声眉眼 什么叫素宝喜欢就给素宝了 韩汉外婆猛地咬住舌头 呃 说太快 嘴溜了 她善笑道 不是 不是 作为男人 原本素艺诚他们真的不想计较抢裙子这种小事 但是 他们绝不容许别人对素宝指指点点 今天这件事 就算是小孩间的事也得掰扯清楚 素艺诚低声跟身边的助理说了什么 不一会助理去拿了一个文件出来 委婉顿时有一种不好的感觉 素艺诚声音不带一丝感情 说道 这是这件星空裙的定制数据 都是按照素宝的身材 身高定制 韩汉比素宝高 素宝身材瘦小 这件裙子本就是给素宝定制的 众人一愣 这才想起这个问题 对呀 素宝瘦瘦小小 这件星空裙正好和他身 再看韩汉 天壮 就算素宝把星空裙脱下来 韩汉也穿不进去的 委婉有点下不了台 心里怨气很重 就算是这样 可也不能改变他们偏心的事实啊 他说道 我没说过这裙子是韩汉的 我只是说素宝有儿韩汉没有 韩汉才会闹 众人又看向素艺诚 素艺诚是一助理翻开 定制合同的第二页 素宝定制了星空裙 韩汉也定制了星空裙 这一页 是韩汉裙子的数据 委婉 有人眼尖瞄了一眼 惊叹道 我以为素宝小姐的星空裙最贵了 一千万 没想到韩汉小姐的裙子更贵呀 一千零五十万呢 虽然五十万不多 对素家来说就那一点点钱 可这就不能说是偏心了 众人看向委婉的眼神微微变了 有几个人低声说道 小孩不懂事 这是大人跟他说过什么 他才会以为裙子是自己的吧 我也觉得 也不知道妈妈是怎么教小孩的 早就听说这个小孩蛮横无理 委婉咬唇 只觉得脸上火辣辣 下不来台 这些人怎么这样啊 当着别人的面一论别人 没有一点教养的嘛 素一生说道 韩汉 你现在明白没有 这件裙子本来就是素宝的 而你自己也有自己的裙子 但你要是想要跟素宝一样的 叔叔和大伯一样会给你定制 韩汉懵懵懂懂 他已经冷静不少 已经开始能听进去了 其实小孩都是这样的 你跟他讲道理他能听懂 一次次哭闹 不过是在试探大人的底线 现在不管是他爷爷还是叔叔伯伯 都明确表明了底线 韩汉开始意识到哭闹 解决不了问题了 看韩汉不哭闹了 苏老爷子说道 和文带妹妹回去 他是不敢让委婉带韩汉走了 苏和文冷着小脸 虽然不喜欢韩汉 不过还是牵起他的手 说道 走吧 韩汉抽抽大大跟着走了 独留委婉下不了台 心底很不是滋味 是 即便韩汉有错 可他这个当妈的还在呢 他没有什么资格代替他管教韩汉 苏老爷子冷眼看着韩汉 刚刚面对韩汉还有一丝温和 现在是一点都没有了 老二 带他回去 两人好好反省 苏老爷子已经很克制了 没有在外人面前指责韩汉 但外人不懂这话代表什么 韩汉和韩汉外婆却很清楚 苏老爷子恐怕也有了让两人离婚的心思 韩汉外婆又开始一个进的IOA 亲家消消气 消消气 小婉也不是故意的 她就是爱你心切 亲妈妈能有多大错 韩汉外婆对着笑脸 实际上心底也很不爽 年轻人的婚姻 做公婆的瞎餐和什么 韩汉脸色难看 说道 妈 不要说了 她扭头就走 韩汉外婆忙跟上 走出去好远后 韩汉外婆又开始了 你看吧 我就说他们家的人偏心 都是小孩子 怎么能一个劲地批评韩汉呢 韩汉才多大 心里不知道有多委屈 他们说都没说肃宝一句 就完全是咱家韩汉的错了 照这样下去 说不定过一段时间 还会把韩汉赶走呢 韩汉心烦意乱 脑怒道 妈你别说了 你赶紧走吧 韩汉外婆嘀嘀咕咕走了 韩汉独自一人走着 委屈得抹眼泪 她依旧觉得自己没错 苏老爷子他们就是偏心 韩汉压抑着不满和委屈 这时候却看到庄园门口有人在闹 一个门卫匆忙走来 准备去找管家 韩汉立刻拦住她 比去阁 怎么回事 门卫说道 外面有两个人 说是素宝小姐的父母 我正要去和管家说 韩汉一政 素宝的亲生父亲吗 她听说过南成林家 素宝害的后妈流产后 亲爹临风气怒之下 不小心对素宝下了重手 素家直接让他们破产了 韩汉垂眸 眼神微闪 她的韩汉这么惨 这么委屈 素宝凭什么这么幸福快乐 就该让别人都看看 素宝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孩 知道自己外祖家富有之后 就立刻跟着舅舅们走了 丢下自己的爷爷奶奶和亲爸爸不要 这不是嫌平爱富是什么 委婉说道 让他们进来吧 门卫愣了一下 二夫人 不需要和老先生说一下吗 委婉皱眉 我的话是不好使了吗 这几年 最经常待在苏家庄园的就是维婉和几个小孩 其余人几乎很少回来 某种程度上说 维婉说的话的确好使 临风和沐庆星如愿以偿地踏进苏家庄园 苏家金碧辉煌 磅礴气派 光是门前草坪都有两母 临风和沐庆星在南城的时候自诩是上层社会人士 现在站在苏家庄园面前 却觉得自己像土狗 两人不由自主地扯了扯身上微皱的礼服 沐庆星温声说道 风哥 素宝的外公家真的好气派呀 风哥是素宝的亲生父亲 不管怎么样素宝都不能不管你的 要是苏家肯帮风哥说一句话 风哥就不用再东躲西藏了 说不定还能跟素宝住在一起呢 临风听得心头火热 沐庆星又加了一把火 低声说道 苏家要是不讲道理 咱就把素宝的抚养全挣过来 他们只是素宝的外家 我们却是他的父母 临风连连点头 没错 今天他必须要咬紧自己是素宝亲生父亲这一层关系 说什么也不会走 只需要苏家一句话 他的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说不定还能逆风翻盘 都扇在起 用素宝的抚养权换取他再度辉煌 也算是他把素宝养这么大的一点回报了 刚刚的闹剧过后 素宝换好衣服下来 重新准备切蛋糕 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 周围人都对着笑脸 纷纷祝贺素宝生日快乐 第一次有这么多给他过生日 素宝不由地开心起来 刚刚闹得不愉快不知不觉烟消云散了 素老夫人和蔼地说道 素宝来 许个心愿吧 素宝双手交握 闭上眼镜 心底无比虔诚 希望妈妈在天上快快乐乐 希望素宝还可以见到妈妈 希望外婆身体越来越好 可以站起来搜医生跑得飞快 希望大舅舅生意兴隆 二舅舅 三舅舅 四舅舅 小家伙在心底把外公外婆舅舅们都念过了 唯独忘了自己 然后开开心心地睁开眼 素一身把他抱起来 笑道 吹蜡烛了 素宝用力地吸了一口气 塞帮子鼓鼓地 呼得一声吹气 可惜小家伙太小了 只吹灭了其中一根蜡烛 众人不由地哈哈一笑 屏住呼吸看着素宝 几个舅舅凑过来 跟着他一起把其他三根蜡烛吹灭 大家正要鼓掌 这时候却响起一个十分突兀的声音 素宝 穆金星和凌峰刚挤进来 就看到这其乐融融的一面 心底难免不平 他们这么惨这么狼狈 小东西却过得这么快乐 不过两人并没有忘记自己来之前的计划 穆金星声音柔柔弱弱 眼眶通红地说道 素宝 生日快乐 小妈来晚了 凌峰也说道 爸爸和你小妈给你带了礼物 素宝看着到两人的刹那 小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 嘴角也不由地抿起来 他扭过脸 根本不看两人 苏老爷子脸色难看 弄喝道 谁让你们进来的 出去 怎料凌峰和穆金星扑通一声 双双跪了下来 凌峰一脸懊悔 岳父 是我错了 我承认在素宝成长过程中 我确实太满而关心太少 上一次也是我的错 金星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六个月了 却没想到突然腰折 我盛怒之下没控制好自己 对素宝下手这么一点 穆金星眼泪无声落下 一副痛苦却又包容的样子 素宝 小妈也不好 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没能在你身边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 众人很快弄明白了 原来这两个就是素宝的 父亲和后妈呀 苏老爷自弃得横眉树木 却被苏逸臣抬手一挡 使了个眼色 凌峰和穆金星见此 心底一喜 这招果然有效 凌峰继续叹气 素宝啊 在你的成长过程中爸爸缺失太多 你能原谅爸爸吗 穆金星也烟港 素宝 小妈也想清楚了 以后小妈也不生弟弟妹妹了 咱一家好好的过日子 好吗 素宝把老老师送出门 小家伙很高兴 他仿佛找到了自己的好朋友 虽然年纪差别很大 不过素宝已经把这个老朋友认下了 哎 外公说的没错 一确是老朋友 素宝挥舞着手 说道 老朋友 慢慢走哦 老院士看着眼前的小奶团 没想到来一趟还能说个这么灵气的小徒弟 他心花怒发 于是也挥挥手说道 小朋友 再见哦 一个老朋友 一个小朋友 都是一脸开心 老院士坐在车上还忍不住翻看手机里的照片 是素宝的画 其中有一幅天上游乐园 主角小女孩牵着一个大人的手 白云奶奶跟她打招呼 彩虹姐姐叫她来玩滑滑梯 太阳却是一个摩天轮 上面挂着几个融化的冰淇淋 这个游乐园所有东西都很清晰 唯独素宝牵着的那个人是一团白影 仿佛有一股阴气 跟周围一切格格不入 这是所有画中 老院士唯一看不明白的地方 素宝也没有解释 老院士把这几幅画放在了自己的微博账号上 毫不吝啬地夸奖 精神世界最为溃璃绚烂的小画家 老院士从来不夸人 能让他夸的都是已经入了博物院的那些老字画 这一夜国画圈炸了 所有人纷纷打听这些画作的作者是谁 送走老师傅 素宝回到房间洗素干净换上睡衣 毛茸茸的粉色睡衣 帽子上戴着两个长长的兔耳朵 将小奶团显得可爱极了 素老夫人慈祥地摸着她额头 说道 要外婆陪素宝睡吗 素宝抓着被子摇头 不用了 素宝可以自己睡的 素老夫人揉了揉素宝细软的头发 这孩子都是得令人心疼 有什么事喊外婆 按这个铃 素宝点头 乖巧地和外婆说晚安 目送苏老夫人出去 记长依靠在一边 嘖嘖嘖 想到刚刚书房里那个老头儿 竟把他的小徒弟抢走了 这年头 当师傅还有竞争了 哎 小书包 师傅教你法术吧 法术你知道吧 秀一生能丢出一个火球 不行教你抓鬼也行 不过得先给你开天眼 开天眼你才能看到我 素宝扭头 我才不学 我要跟老朋友老师学画画 这才是小朋友该做的事 记长喝了一声 小朋友该做什么事 素宝掰着手指 吃饭睡觉画画跟小五玩 素宝的房间和隔壁房间打通了 隔壁房间做成了一个热带雨淋的场景 小五就放在里面 场地很宽 和素宝的房间隔着一道栅栏门 正准备睡着的小五立刻睁开眼睛 歪着头喊 陪小五玩 嘀嘀嘀嘀 素宝哥哥笑起来 装作被墙打到的样子往床上一趟 呀 我死了 小五 嘎嘎嘎 记长嘴角一抽 要不是他看他骨骼轻奇 是和方树知道 啊呸 要不是他答应了素锦宇 他才不再遮求一个小屁孩呢 记长摸了摸鼻子说道 小书包 你忘了在天上的时候妈妈怎么跟你说的嘛 那天在他给素锦宇托梦 在梦里素锦宇嘱咐素宝照顾好外婆 然后时间到了就离开了 结果小素宝哭得不行 他没办法 只好搬成苏锦宇 陪他在白云 彩虹里玩耍了好久才算把他哄住了 同时还不忘给自己说了几句好话 素宝 你师父是个好人 要好好跟他学本领哦 学了本领 就可以时常见到妈妈了 小素宝双眼一眨 扁嘴 师父 在梦里陪我玩彩虹滑滑梯的是你 才不是妈妈 机场一愣 你怎么知道 素宝看了他一眼 师父奔死了 师父的大脚丫都露出来了 妈妈的脚脚才没那么大呢 机场 不能吧 他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正在他以为素宝难搞的时候 素宝忽然又问道 师父 学了本领真的能见到妈妈吗 他规规矩矩地躺着 小身板直直的 小手手抓着被子一断 神色认真 机场 五 那肯定了 素宝又坐了起来 好吧 那我跟师父学 算了 师父看起来比小五还笨的样子 原谅他吧 原来 那天机场留下红绳手链后就消失了 素宝心底介意了 不过现在小家伙却很大方地不跟他计较了 机场有些意外 突然说学 他其实还没想好怎么教呢 他想了想 决定先糊弄过去 素宝 我们先学开天眼 机场嘴里一通胡扯 天眼是人的第三只眼 每个人出生时都有 但有人的天眼能睁开 有的人不能 开了天眼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有些小婴儿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哭 但有些却一点都不受影响 不过随着小婴儿长大 很快天眼也就逼合甚至消失了 但有的人特殊 天眼会一直在 只是无法打开而已 小书包的天眼还在 开了天眼就能看到师父了 机场说道 素宝睁大眼睛 连忙摸了摸自己的额头 那素宝不要开了 素宝才不要长三只眼睛 会像二郎神 好丑好丑 机场 二郎神很帅好吧 要是二郎神听到 还不得裂开 机场道 天眼不会显现出来的 它隐藏在你的双眼中 素宝松了一口气 那好吧 那还行 机场继续说道 来 根师父默念 气沉丹田 凝神鱼眼 巴拉巴拉 小素宝 气沉丹田 凝神鱼眼 巴拉巴拉 机场眼底闪过一丝恶作剧 肚子用力 绷个大臭屁 小素宝乖乖照念 小肚子用力 绷个大臭屁 他一边说 仿佛有本能诗的 照着口诀做 果然扑得一声 蹦出了个臭屁 机场扑斥一声 都快笑死了 这小书包好玩啊 太好玩了 偏偏小奶糖还闭着眼睛 嘴里问道 师父 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呀 机场悠悠道 开天眼没那么容易的 我见过最有天赋的人 也用了七七四十九天 这时候 小素宝书然睁开了眼睛 他的眼眸里 有一道紫毛一闪而逝 看到房间里 突然多了一个白色的身影 他正靠在柜子边掏耳朵 所以你不用急 师父掐指一算 你这天赋至少 也得要七七四十九天 一边说着 一边把钢手指 凑在鼻子边嗅了嗅 素宝眨眨眼 问道 师父 你为什么要玩儿时 机场吃笑一声 胡说 师父哪有 等等 你看见我了 机场震惊了 不可能 他才念了一遍口诀 怎么可能就成功了 这不是天赋逆天 这是天赋变态 素宝睁大眼睛看了一圈 哇哦 世界都变得清晰很多呢 台灯叔叔带着一圈光运 一只俯佑小姐悄悄地爬到了她的光圈里 窗外的桂花树婆婆在开派对 有几个小蚂蚁搬着蛋糕碎屑 卖着六条腿跑得飞快 窗户上还挂着一个阿姨 双目指勾勾地盯着她 素宝 嘿嘿嘿 那个阿姨半个头都叹了进来 眼底闪着鬼诀 紧紧地盯着素宝 你能看到我啊 你怕不怕我啊 素宝猛地抓住被子盖过了脑袋 嘴里大喊 师父 师父 这个阿姨好丑 女鬼 机场这次是真心了 这个女鬼是游魂野鬼 刚路过的 她见女鬼魂力极弱 不出两天就要烟消云散了 所以没理她 谁知道素宝竟真的看到了 机场眼底闪过一丝暗芒 突然兴奋 天 她这是收了什么不得了的小徒弟 小书包 让师父看看你能有多少钱里 咱收了这丑女鬼 女鬼气愤得很 你可以侮辱我的鬼格 但不能侮辱我的容貌 她尖锐地叫一声 猛扑过来 机场一把抓住了她的长发 一边说道 乖素宝 跟师父念 猛者勿扰 一掌扇跑 小素宝跟着念 猛者勿扰 一掌扇跑 为什么要呢 小乃唐想不明白 但这时候机场已经松开了手 女鬼在惯性下猛朝素宝扑去 素宝下意识抬手一掌 嗖一声 女鬼飞出去好远 机场眼疾手快 抓住女鬼头发 把她扯了回来 非常好 小书包牛娃牛娃 女鬼 小素宝无辜地看了看自己的手 小手手怎么回事 自己就扇出去了 机场眼镜一转 又说道 来 继续 人生无常 大肠包小肠 屁屁攻击 好学生小素宝 被烟化烟化的师父带歪了 人生无常 大肠包小肠 屁屁攻击 机场把女鬼扔了过去 结果女鬼像个气球一般 被小素宝放出一个屁蹦飞了 小素宝惊讶地捂住小屁股 女鬼 完呢 她只是路过 这就过分了吧 拿她现场教学 机场眼底暗盲闪烁 万万没想到自己挖到宝了 她终于能理解刚刚信劳 那个老头子收素宝为学生后 为什么那么兴奋了 机场抬手 手里凭空出现一个 只有指甲盖大小的葫芦 挂在了素宝手腕的红绳上 这个是魂壶 可以收孤魂野鬼 厉鬼 恶鬼 以后你就用这个魂壶帮师傅做事 知道吗 机场书心不已 感觉这小徒弟说得知啊 素宝盯着小葫芦 问道 师傅 为什么要说鬼鬼 女鬼挣扎着 也纷纷不平地问道 对啊 为什么要收了我 刚刚她趴在窗户上偷看的时候 她都没收她 机场没有回答 揉了揉小素宝的头发 十分敷衍地说道 小孩子别问那么多 素宝撇撇嘴 转头看女鬼 似乎嫌她太丑 还用一只手遮住自己眼睛 露出个手指封勉强看着 你是谁呀 为什么会这么丑 女鬼使出吃奶之力都挣脱不了 生无可怜地说道 我是你二舅舅以前工地里搬砖的女工 叫李梅 这不是做坏事被报应了吗 素宝一愣 二舅舅 她小脸瞬间变得严肃 小小的人却一本正经地皱着眉头 你对二舅舅做了什么坏事 女鬼不知道为啥 嘴里的话仿佛不听实话 一五一十地说了起来 六年前你二舅妈说给我两万块钱 让我给你二舅舅的茶里撒点盐 我就照做了 然后刚拿到钱 工地楼顶就掉下来一大块板材 把我砸死了 冤死了 她现在依旧觉得自己很倒霉 才拿到巨款就被砸死 素宝疑惑 为什么要给舅舅的茶加点盐呢 为什么刚拿到钱就死了呢 鸡肠眯了眯眼 淡淡说道 小孩子要早点睡觉 别聊了 说完把女鬼塞进了小葫芦里 红绳发出一道微弱的红光 很快消失在素宝手腕里 素宝重新躺下来 打了个哈欠沉沉地睡着了 小五歪着脑袋 嘎嘎一声 农夫山泉 加点盐 这一夜有人睡得香甜 有人彻夜难眠 围晚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睡不着 刚生含含纳慧 她妈妈嘴巴没个门吧 跟她聊天的时候 无意中说到了当年 他们谋话给苏子凌下药的事 好巧不巧 被苏子凌听到了 当时苏子凌就说要离婚 可她怎么肯呢 她才刚生下寒寒 带着两个孩子怎么离婚 离婚了 她辛辛苦苦生的孩子 肯定就不是她的了呀 所以这些年来 她一口咬定时苏子凌听错了 她妈妈就是开玩笑胡说八道 但苏子凌找了苏益辰 查到了当年帮她下药的那的女工 李梅的意外身亡有气巧 维婉想到这里觉得更烦了 不过还好 李梅死得干干净净的 过去了那么多年 香茶也查不出来 她不要离婚 她的感情都是真的 也舍不得两个孩子 她为什么要离婚 维婉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 只觉得苏宝的到来破坏了平衡 明明之前都好好的 苏宝一来 喊喊才闹成这样 才给了苏家人借口 这个小孩真讨厌 正在这时候 维婉的手机叮咚一声 夫人你好 我是苏宝的后妈 我一直联系不上她 找了好久才找到您的号码 请问您可以告诉苏宝一声吗 她爷爷奶奶病重很想她 如果可以 明天九点半在XX咖啡厅见面 维婉迷眼 后妈 那个被苏宝推得流产的后妈 一日 苏宝起床后已经九点了 她睡眼惺忪地揉着眼睛 她在阳台上看楼下娇花的苏老爷子 外公 早上好啊 苏宝贴着玻璃 小嘴巴从两块玻璃的缝隙里探出去 揭起嘟嘟嘴 苏老爷子顿时心情舒畅 笑道 苏宝早上好呀 起来了 快下楼吃饭了 苏宝嗡了一声 拿起棉托看了看 分出左右边 然后套在小脚丫上 大大大往外跑 正撞见维婉出门 她立刻停住 敏纯道 二舅妈早上好 维婉披了她一眼 随便嗡了一声就下楼了 苏宝觉得二舅妈的脸色好像有点不对呢 机长依靠在楼梯扶手边上 挑眉道 来小素宝 师父教你怎么遇鬼 她抬手 把葫芦里的女鬼领出来 手指和中指捏起 迅速在她额头上画了个鬼符 这个叫打工符 画上后女鬼给你乖乖打工 一早上就被拉出来的女鬼 能换一只鬼祸祸马 维婉心底很不平衡 觉得那些说她教育有问题的人 实在是太没教养了 怎么能当着别人的面这样说人家呢 维婉压抑着不满和难以发泄的气怒 这时候却看到庄园门口有人在闹 一个门卫匆忙走来 准备去找管家 维婉立刻拦住她 怎么回事 门卫说道 外面有两个人 说是素宝小姐的父母 我正要去和管家说 维婉眼神微闪 素宝的亲生父亲吗 她听说过南成林家 素宝害的后妈流产后 亲爹林峰气怒之下 不小心对素宝下了重手 素家直接让他们破产了 维婉垂谋 她的寒汗这么惨 这么委屈 素宝凭什么这么幸福快乐 她说道 让他们进来吧 门卫愣了一下 二夫人 不需要和老先生说一下吗 维婉皱眉 我的话是不好使了吗 这几年 最经常待在素家庄园的 就是维婉和几个小孩 其余人几乎很少回来 某种程度上说 维婉说的话的确好使 林峰和穆清新 如愿以偿地踏进素家庄园 素家金碧辉煌 磅礴气派 光是门前草坪都有两母 林峰和穆清新在南城的时候 自诩是上层社会人士 现在站在素家庄园面前 却觉得自己像土狗 两人不由自主地扯了扯身上微皱的礼服 穆清新温声说道 风哥 素宝的外公家真的好气派呀 风哥是素宝的亲生父亲 不管怎么样素宝都不能不管你的 要是素家肯帮风哥说一句话 风哥就不用再东躲西藏了 说不定还能跟素宝住在一起呢 林峰听得心头火热 穆清新又加了一把火 低声说道 素家要是不讲道理 咱就把素宝的抚养全挣过来 他们只是素宝的外家 我们却是他的父母 林峰连连点头 没错 今天他必须要咬紧自己 是素宝亲生父亲这一层关系 说什么也不会走 只需要素家一句话 他的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说不定还能逆风翻盘 都删在起 用素宝的抚养权换取他再度辉煌 也算是他把素宝养 这么大的一点回报了 素宝换好衣服下来 重新准备切蛋糕 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 周围人都对着笑脸 纷纷祝贺素宝生日快乐 第一次有这么多给他过生日 素宝不由地开心起来 刚刚闹得不愉快 不知不觉烟消云散了 素老夫人和蔼地说道 素宝来 许个心愿吧 素宝双手交握 闭上眼睛 心底无比虔诚 希望妈妈在天上快快乐乐 希望素宝还可以见到妈妈 希望外婆身体越来越好 可以站起来 搜一声跑得飞快 希望大舅舅生意兴隆 二舅舅 三舅舅 四舅舅 小家伙在心底 把外公外婆舅舅们都念过了 唯独忘了自己 然后开开心心地睁开眼 素一声把他抱起来 笑道吹蜡烛漏 素宝用力地吸了一口气 塞帮子鼓鼓地 呼得一声吹气 可惜小家伙太小了 只吹灭了其中一根蜡烛 众人不由地哈哈一笑 屏住呼吸看着素宝 几个舅舅凑过来 跟着他一起 把其他三根蜡烛吹灭 大家正要鼓掌 这时候却响起一个 十分突兀的声音 素宝 木浸心和林峰刚挤进来 就看到这其乐融融的一面 心底难免不平 他们这么惨这么狼狈 小东西却过得这么快乐 不过两人并没有忘记 自己来之前的计划 木浸心声音柔柔弱弱 眼眶通红地说道 素宝 生日快乐 小妈来晚了 林峰也说道 爸爸和你小妈给你带了礼物 素宝看着到两人的刹那 小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 嘴角也不由地抿起来 他扭过脸 根本不看两人 素老爷子脸色难看 弄喝道 谁让你们进来的 出去 怎料林峰和木浸心扑通一声 双双跪了下来 林峰一脸懊悔 岳父 是我错了 我承认在素宝成长过程中 我确实太满而关心太少 上一次也是我的错 清新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六个月了 却没想到突然夭折 我盛怒之下没控制好自己 对素宝下手这么一点 木浸心眼泪无声落下 一副痛苦却又包容的样子 素宝 小妈也不好 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没能在你身边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 众人很快弄明白了 原来这两个就是素宝的 父亲和后妈呀 素老爷自弃得横眉树木 却被素逸臣抬手一挡 使了个眼色 林峰和木浸心见此 心底一喜 这招果然有效 林峰继续叹气 素宝啊 在你的成长过程中 爸爸缺失太多 你能原谅爸爸吗 木浸心也烟港 素宝 小妈也想清楚了 以后小妈也不生弟弟妹妹了 咱一家好好的过日子 好吗 素老夫人看着这两个 不要脸的东西 口口声声说要弥补素宝 一言一行都在后悔认错 实际上就是故意在今天这个日子 闭上门 让素家下步来台 素老夫人胸口发闷 想到自己宝贝女儿 就是被这样猪狗不如的东西糟蹋了 气都不顺了 她捂着胸口 大口大口地喘气 素宝第一个发现 素老夫人的不对劲 连忙从素一身怀里下来 外婆 你怎么了 素宝伸出小手手 一下又一下地给素老夫人顺气 素老夫人眼泪巴打掉下 抱住了素宝 素宝安慰道 外婆别怕哦 素宝在呢 素宝陪着外婆 素一身连忙去给老夫人拿药 好好的样会又被搅乱了 众人看看素家人 又看向跪着的林峰和木庆星 这是故意来气人的嘛 明知道小孩生日 还选了这么个时候 哎 也不一定 听说林家找素家找了好几次 素家都没理他们 这应该也是被逼无奈吧 也不能完全怪他吧 手心手背都是肉 没出生的孩子被大宝害死了 没忍住脾气下手中了一点也可以理解 京都的人只听说林峰打了素宝 并不知道当时素宝有多严重 所以他们觉得可以理解 毕竟当父母的 哪个没有过揍小孩的冲动 不管怎么说 林峰也是素宝的亲生父亲 就因为林峰没忍住打了孩子 素家就仗着权势让林家破产 然后直接带走孩子 好像也不怎么得到 雪儿敏感地察觉到他妈妈的高兴 心底也高兴起来 他深吸一口气 鼓起勇气 在老院士面前表现一下 老爷爷您好 我是雪儿 我很喜欢您的画作哦 您是我的偶像 老院士这才发现 还有个小孩在这呢 眼头道 好好 谢谢你啊小朋友 老院士超然事外 不喜欢应酬交际什么的 但为人却很好 平易近人 雪儿很高兴 觉得是老院士喜欢自己 她正要再说什么 就在这时候 换好衣服的素宝从楼上下来 她滑里还抱着几张画 素一声牵着她的手 低声介绍 那个老爷爷就是老老师 素宝点头 走到面前后昂起小脑袋 催生生地喊道 老老师 老院士一愣 哈哈一笑说道 好好好 小素宝呀 这么小的小朋友 一般都是喊她爷爷 这小奶团却一脸认真地 喊她老老师 老院士感觉小奶团好呆萌 有点认死理 不由得被逗了 她抬手摸了摸 小素宝头上的小舅舅 说道 你今年几岁了 小素宝一顿 小眼神悄悄看了老爷爷一眼 这个老爷爷 脑子好像有点不灵光哦 她今天过四岁生日 当然是四岁了 小素宝想了想 还是乖乖回答道 老老师 素宝今天过四岁生日 四岁了 老院士 突然感觉自己 被一个小奶团鄙视了 怎么回事 她忍不住咧嘴一笑 点头道 对对对 你看老师都傻了 小素宝笑眼一弯 蛮安慰到 没事搭 素宝有时候也会变傻 她应该是想说 有时候也会犯傻 小家伙说话挺清晰的 不过可能是没人叫 或者以前说话的词汇不多 对语言逻辑和准确性 还不太熟 老院士反而觉得 她纯真可爱 更加喜欢了 雪儿站在一边 就感觉是素宝 抢走了她的风头 心底不高兴起来 雪儿妈妈也按道 一声针晦气 看到素宝手里 拿着几幅画卷 她更是无语 真的是 张着自己是 苏家团宠 就抢着来表现吗 他们以为 老院士谁都收吗 苏老爷子笑意盈盈 老朋友 到二楼做做怎么样 老院士已经迫不及待 想看素宝的其他话了 连连点头 好好 雪儿愣住了 她走了 她怎么办 不是要说她当小徒弟吗 雪儿揪着手指 有些焦急说道 老爷爷 那我呢 老院士诧异看她 饿了一声 你也很乖 爷爷先忙了哈 于是苏家人带着老院士 抱着素宝 就这样把人带走了 雪儿妈妈傻眼了 雪儿也傻眼了 雪儿妈妈心底气愤不已 但纵然心底有气 也不得不忍着 是金子总会发光 苏家人的确厉害 但老院士是什么人 不是有钱就能请得动她当老师的 不过是自取其辱而已 雪儿妈妈安慰雪儿 雪儿乖 坐着等一等 母女俩完全没想到 这一等 就等到天荒地老 苏家别墅二楼书房 素宝端端正正地坐在沙发上 偷偷打量着眼前的老头子 苏老爷子说道 素宝 这是咱们国内绘画领域最厉害的大师哦 快叫老老师 素宝再次乖巧道 老老师 老头子打心底喜欢这个乖巧的小孩 问道 素宝 这些话都是你话的呀 素宝点头 嗯嗯 那素宝可以跟我说说这些话吗 说到话素宝仿佛小脸上都亮了 趴在桌上 十分认真的开始说自己的奇幻世界 素宝成过来的时候就见两个老的一个小的 都趴在桌上看着话 小奶团整个趴在桌子上 两个老头听得入迷 时不时哈哈一笑 素宝成脸色缓和 小小的孩子 却只能跟两个老头做朋友 忘明让人心酸 雪儿母女坐在一楼大厅沙发上 等啊等 等到管家念书下来说让大家都先回去 老院是不会再下来 众人失望地走了 雪儿一家也不得不走 否则会显得很失礼 雪儿妈妈不甘心 原以为雪儿会被老院士收为小徒弟 但现在看好像不是 但她怎么能承认呢 于是带着雪儿 在苏家庄园大门外的车上继续哭挡 结果就听到两个走过去的人低声一轮 雪儿妈还在里面等呢 去 她以为老大师是来收雪儿的马 恕我直言 雪儿根本不够格 车子里的雪儿妈妈听到这些 很生气 什么叫她家雪儿不够格 不过她也忍不住担心 老院士上二楼那么久 该不会是苏家人想给素宝找老师吧 素宝虽然没有天赋 可又宠她的舅舅 万一真的用钱砸 砸动老院士收素宝为徒了怎么办 雪儿妈妈已经开始觉得不公平了 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了 素宝把老老师送出门 小家伙很高兴 她仿佛找到了自己的好朋友 虽然年纪差别很大 不过素宝已经把这个老朋友认下了 哎 外公说的没错 一确是老朋友 素宝挥舞着手 说道 老朋友 慢慢走哦 老院士看着眼前的小奶团 没想到来一趟还能说个这么灵气的小徒弟 他心花怒发 于是也挥挥手说道 小朋友 再见哦 一个老朋友一个小朋友 都是一脸开心 老院士坐上车了还忍不住翻看手机里的照片 是素宝的话 其中有一幅天上游乐园 主角小女孩牵着一个大人的手 白云奶奶跟她打招呼 彩虹姐姐叫她来玩滑滑梯 太阳却是一个摩天轮 上面挂着几个融化的冰淇淋 这个游乐园所有东西都很清晰 唯独素宝牵着的那个人是一团白影 仿佛有一股阴气 跟周围一切格格不入 这是所有画中 老院士唯一看不明白的地方 素宝也没有解释 老院士把这几幅画放在了自己的微博账号上 毫不吝啬地夸奖 精神世界最为溃粒绚烂的小画家 老院士从来不夸人 能让他夸的都是已经入了博物院的那些老古董字画 这一夜 国画圈炸了 所有人纷纷打听这些画作的作者是谁 车子刚开出庄园 前面就有人招手 司机放缓了车速 老院士 好像有人找 老院士抬头 就看到雪儿妈带着雪儿 满脸对笑 她不由得皱眉 出于自身休养 老院士下了车问道 你们是 雪儿妈看到老院士竟亲自下了车 更是觉得自己雪儿有喜 连忙说道 老院士 您还记得我们吗 这是雪儿呀 之前入选国画少儿组第一名的 蓝雪儿 这么说 她肯定记起来了吧 谁知道老院士一脸茫然 哪个蓝雪儿 雪儿妈 她竟然不记得她家雪儿 自从蓝雪儿的作品被选入国画少儿组之后 雪儿妈就以这个为骄傲 经常在外人面前不经意地提起 她以为自己家的雪儿很出名 国画院也肯定记得雪儿 万万没想到 老院士竟然一点都不记得 雪儿妈张红了脸 雪儿毕竟是小孩子 沉不住气地问道 老爷爷 你不是来收学生的吗 老院士 啊 对 怎么了 雪儿 那您怎么还没收我呢 老院士 雪儿妈顿时有点尴尬 老院士委婉说道 不好意思小朋友 我已经收我学生了 雪儿妈心底咯噔一声 微笑说道 哦 您说的是素宝小姐吧 老院士点头 说起素宝脸上都忍不住挂上笑意 对 素宝是个很有天赋的孩子 她说完对两人点点头 上车走了 雪儿妈接受不了巨大的心理落差 忍不住抱怨 素家果然砸钱了 雪儿愣住了 她的名额被素宝抢走了 突然 雪儿哭着跑开了 她讨厌素宝 本来老爷爷是来收她做学生的 却被素宝抢走了 雪儿妈连忙追上去 送走老师傅 素宝回到房间洗素干净换上睡衣 毛茸茸的粉色睡衣 帽子上戴着两个长长的兔耳朵 将小奶团显得可爱极了 苏老夫人慈祥地摸着她额头 说道 要外婆陪素宝睡吗 素宝抓着被子摇头 不用了 素宝可以自己睡的 苏老夫人揉了揉 素宝细软的头发 这孩子都是得令人心疼 有什么事喊外婆 按这个铃 素宝点头 乖巧地和外婆说晚安 目送苏老夫人出去 既常依靠在一边 嘖嘖嘖 想到刚刚书房里那个老头儿 竟把她的小徒弟抢走了 这年头 当师傅还有竞争了 哎 小书包 师傅教你法术吧 法术你知道吧 休一生能丢出一个火球 不行教你抓鬼也行 不过得先给你开天眼 开天眼你才能看到我 素宝扭头 我才不学 我要跟老朋友老师学画画 这才是小朋友该做的事 既常喝了一声 小朋友该做什么事 素宝掰着手指 吃饭睡觉画画跟小五玩 素宝的房间和隔壁房间打通了 隔壁房间做成了一个热带雨林的场景 小五就放在里面 场地很宽 和素宝的房间隔着一道栅栏门 正准备睡着的小五立刻睁开眼睛 歪着头喊 陪小五玩 嗶嗶嗶嗶嗶 素宝哥哥笑起来 装作被墙打到的样子往床上一趟 呀 我死了 小五 嘎嘎嘎 既常嘴角一抽 要不是他看他骨骼轻奇 适合方树知道 啊呸 要不是他答应了素锦宇 他才不再遮求一个小屁孩呢 既常摸了摸鼻子说道 小书包 你忘了在天上的时候妈妈怎么跟你说的吗 那天在他给素锦宇托梦 在梦里素锦宇嘱咐素宝照顾好外婆 然后时间到了就离开了 结果小素宝哭得不行 他没办法 只好搬成苏锦宇 陪他在白云 彩虹里玩耍了好久才算把他哄住了 同时还不忘给自己说了几句好话 素宝 你师父是个好人 要好好跟他学本领哦 学了本领 就可以时常见到妈妈了 小素宝双眼一眨 扁嘴 师父 在梦里陪我玩彩虹滑滑梯的是你 才不是妈妈 机场一愣 你怎么知道 素宝看了他一眼 师父奔死了 师父的大脚丫都露出来了 妈妈的脚脚才没那么大呢 机场 不能吧 他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正在他以为素宝难搞的时候 素宝忽然又问道 师父 学了本领真的能见到妈妈吗 他规规矩矩地躺着 小身板直直的 小手手抓着被子一端 神色认真 机场 哦 那肯定了 素宝又坐了起来 好吧 那我跟师父学 算了 师父看起来比小五还笨的样子 原谅他吧 原来 那天机场留下红绳手练后就消失了 素宝心底介意了 不过现在小家伙却很大方地不跟他计较了 机场有些意外 突然说学 他其实还没想好怎么教呢 他想了想 决定先糊弄过去 素宝 我们先学开天眼 机场嘴里一通胡扯 天眼是人的第三只眼 每个人出生时都有 但有人的天眼能睁开 有的人不能 开了天眼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有些小婴儿有时候会莫名其妙地哭 但有些却一点都不受影响 不过随着小婴儿长大 很快天眼也就逼合甚至消失了 但有的人特殊 天眼会一直在 只是无法打开而已 小书包的天眼还在 开了天眼就能看到师父了 机场说道 素宝睁大眼睛 连忙摸了摸自己的额头 那素宝不要开了 素宝才不要长三只眼睛 会像二郎神 好丑好丑 机场 二郎神很帅好吧 要是二郎神听到 还不得裂开 机场道 天眼不会显现出来的 他隐藏在你的双眼中 素宝松了一口气 那好吧 那还行 机场继续说道 来 跟师父默念 气沉丹田 凝神鱼眼 巴拉巴拉 小素宝 气沉丹田 凝神鱼眼 巴拉巴拉 机场眼底闪过一丝恶作剧 肚子用力 奔个大臭屁 小素宝乖乖照念 小肚子用力 奔个大臭屁 他一边说 仿佛有本能似的 照着口诀做 果然扑得一声 蹦出了个臭屁 机场扑斥一声 都快笑死了 这小书包好玩啊 太好玩了 偏偏小奶团还闭着眼睛 嘴里问道 师父 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呀 机场悠悠道 开天眼没那么容易的 我见过最有天赋的人 也用了七七四十九天 这时候 小素宝书然睁开了眼睛 他的眼眸里 有一道紫芒一闪而视 看到房间里 突然多了一个白色的身影 他正靠在柜子边掏耳朵 所以你不用急 师父掐指一算 你这天赋至少 也得要七七四十九天 一边说着 一边把刚套了耳朵的手指 凑在鼻子边嗅了嗅 素宝眨眨眼 问道 师父 你为什么要往儿时 机场吃笑一声 胡说 师父哪有 等等 你看见我了 机场震惊了 不可能 他才念了一遍口诀 怎么可能就成功了 这不是天赋逆天 这是天赋变态 素宝睁大眼睛看了一圈 哇哦 世界都变得清晰很多呢 台东叔叔带着一圈光运 一只俯佑小姐悄悄地爬到了她的光圈里 窗外的桂花树婆婆在开派对 有几个小蚂蚁搬着蛋糕碎屑 卖着六条腿跑得飞快 窗户上还挂着一个阿姨 双目指勾勾地盯着她 素宝 嘿嘿嘿 那个阿姨半个头都叹了进来 眼底闪着鬼诀 紧紧地盯着素宝 你能看到我啊 你怕不怕我啊 素宝猛地抓住被子盖过了脑袋 嘴里大喊 师父 师父 这个阿姨好丑 女鬼 机长这次是真信了 这个女鬼是游魂野鬼 刚路过的 她见女鬼魂力极弱 不出两天就要烟消云散了 所以没理她 谁知道素宝精真的看到了 机长眼底闪过一丝暗芒 突然兴奋 天 她这是收了什么不得了的小徒弟 小书包 让师父看看你能有多少钱力 咱收了这愁女鬼 女鬼气愤得恨 你可以侮辱我的鬼格 但不能侮辱我的容貌 她尖锐地叫一声 猛扑过来 机长一把抓住了她的长发 一边说道 乖素宝 跟师父念 猛者勿扰 一掌扇跑 小素宝跟着念 猛者勿扰 一掌扇跑 为什么要呢 小乃堂想不明白 但这时候机长已经松开了手 女鬼在惯性下猛朝素宝扑去 素宝下意识抬手一掌 搜一声 女鬼飞出去好远 机长眼疾手快 抓住女鬼头发又把她扯了回来 非常好 小书包牛娃牛娃 女鬼 小素宝无辜地看了看自己的手 小手手怎么回事 自己就扇出去了 机长眼镜一转 又说道 来 继续 人生无常 大肠包小肠 屁屁攻击 好学生小素宝 被烟化烟化的师父带歪了 人生无常 大肠包小肠 屁屁攻击 机长把女鬼扔了过去 结果女鬼像个气球一般 被小素宝放出一个屁蹦飞了 小素宝惊讶地捂住小屁股 女鬼 完呢 她只是路过 这就过分了吧 拿她现场教学 机长眼底暗芒闪烁 万万没想到自己挖到宝了 她终于能理解刚刚信劳 那个老头子收素宝为学生后 为什么那么兴奋了 机长抬手 手里凭空出现一个 只有指甲盖大小的葫芦 挂在了素宝手腕的红绳上 这个是魂壶 可以收孤魂野鬼 厉鬼 恶鬼 以后你就用这个魂壶 帮师父做事知道吗 机长书心不已 感觉这小徒弟说得知啊 素宝盯着小葫芦 问道 师父 为什么要说鬼鬼 女鬼挣扎着 也纷纷不平地问道 对啊 为什么要收了我 刚刚她趴在窗户上偷看的时候 她都没收她 机长没有回答 揉了揉小素宝的头发 十分敷衍地说道 小孩子别问那么多 素宝撇撇嘴 转头看女鬼 似乎嫌她太丑 还用一只手遮住自己眼睛 露出个手指凤勉强看着 你是谁啊 为什么会这么丑 女鬼使出吃奶之力都挣脱不了 生无可怜地说道 我是你二舅舅 以前工地里搬砖的女工 叫李梅 这不是做坏事被报应了吗 素宝一愣 二舅舅 她小脸瞬间变得严肃 小小的人却一本正经地皱着眉头 你对二舅舅做了什么坏事 女鬼不知道为啥 嘴里的话仿佛不听实话 一五一十地说了起来 六年前你二舅妈说给我两万块钱 让我给你二舅舅的茶里撒点盐 我就照做了 然后刚拿到钱 工地楼顶就掉下来一大块板材 把我砸死了 冤死了 她现在依旧觉得自己很倒霉 才拿到巨款就被砸死 素宝疑惑 为什么要给舅舅的茶加点盐呢 为什么刚拿到钱就死了呢 鸡肠瞇了瞇眼 淡淡说道 小孩子要早点睡觉 别聊了 说完把女鬼塞进了小葫芦里 红绳发出一道微弱的红光 很快消失在素宝手腕里 素宝重新躺下来 打了个哈欠沉沉地睡着了 小五歪着脑袋 嘎嘎一声 农夫山泉 加点盐 这一夜有人睡得香甜 有人彻夜难眠 围婉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睡不着 刚生寒寒那会儿 她妈妈嘴巴没个门吧 跟她聊天的时候 无意中说到了当年 他们谋话给苏子凌下药的事 好巧不巧 被苏子凌听到了 当时苏子凌就说要离婚 可她怎么肯呢 她才刚生下寒寒 带着两个孩子怎么离婚 离婚了 她辛辛苦苦生的孩子 肯定都白费了呀 所以这些年来 她一口咬定时苏子凌听错了 她妈妈就是开玩笑胡说八道 但苏子凌找了苏益辰 查到了当年帮她下药的 那个女工 李梅的意外身亡有蹊跷 维婉想到这里觉得更烦了 不过还好 李梅死得干干净净的 过去了那么多年 想查也查不出来 除非李梅没能重新活过来 不过这怎么可能 维婉不想离婚 她的感情都是真的 也舍不得两个孩子 她为什么要离婚 维婉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 只觉得素宝的到来破坏了平衡 明明之前都好好的 素宝一来就变成这样 这个小孩真讨厌 维婉对这个小外甥女 一点都喜欢不起来 甚至脑海里 还有个一闪而过的念头 把素宝赶出去 一日 素宝起床后已经九点了 她睡眼轻松地揉着眼睛 她在阳台上看楼下娇花的素老爷子 外公 早上好啊 素宝抓着栏杆 把小脑袋探了出去 素老爷子顿时心情舒畅 笑道 素宝早上好呀 哎呀 别探脑袋出来 很危险 快下楼吃饭了 素宝嗡了一声 刚想把小脑袋收回来 结果发现自己卡住了 素宝 她左边试了试 右边试了试 咦 她刚刚怎么钻进去来着 于是乎小奶团就只能抓着栏杆 小脸上都是纠结 外公 素老爷子正仰头看着她 心底一紧 怎么了 素宝无辜地眨了眨眼 说道 素宝好像卡住了 素老爷子 大家一大早起来 就发现素宝被卡在栏杆上 大舅舅们的表情是这样的 素子希毫不客气地大笑起来 一边笑一边说好蠢 素宝脸色有点挂不住 不许笑 她有点气急败坏地瞪着素子希 素一身用拳头抵着唇 清咳一声 眼底笑一脏都藏不住 虽然素宝有点惨 他们也很担心 但是不妨碍他们觉得好笑 只有素老夫人是真的很着急 一个劲的树落 笑笑笑 一个个都在笑啥呢 赶紧把素宝弄下来呀 素子林连忙说道 我现在就打119 素宝一愣 立刻反对 不要 二舅舅不要打 她知道119 以前在南城的时候 小区里有人家失火 她亲眼看到过消防叔叔 勇敢无畏地冲进大火里 那一刻起 消防员叔叔在她心目中 就像拯救世界的超人 是她的偶像 怎么能让偶像看到自己 这样蠢乎乎样子呢 素老夫人不知道素宝想什么 着急道 素宝乖呀 这样很危险 消防员叔叔来把你救下来 好不好 她哪里知道这么小的小孩 都已经有很强的自尊心了 素宝固执道 外婆 我 我可以出来 等我一下下 她深吸一口气 用力一拔 想脑袋冬的一声 撞得有点疼 即长 她捂住脸 爱爱爱 别这样 显得很蠢 她说道 你试试 把铁栏杆掰断 素宝 她能掰断吗 机长靠在栏杆上 悠哉悠哉地看着卡住的小蝴蝴头 不然你觉得师父送你的红手绳 是干嘛的呢 素宝看向手腕上的红绳 身后 维婉站在门口冷眼看着 这样也能卡住 这小孩真是纯得可以 看到苏家其他人反应迅速 一个个都无比关心的神色 拿梯子的拿梯子 拿气垫的拿气垫 维婉心底又不舒服了 不就卡在二楼上 至于这么紧张吗 二楼底下是厚厚的草坪 就算什么防护设施也不做 摔下去也摔不死 对素宝就这么紧张 对他家寒寒就这么冷漠 维婉觉得以前怎么没发觉 苏家人这么双标呢 楼下不知道什么时候 只起超大的气囊垫子 素一成 苏岳飞几人在楼下 一脸朗素 苏岳飞到 小孩子的头比身子大 一般来说头能过去的 身体肯定也能过得去 所以只需要让素宝转一下 从栏杆里钻过去就能拖垫了 素一成面色冷硬 这样会有掉下来的风险 苏洛推了推金丝边眼镜 挑眉笑了笑 二楼掉下来 这气垫那么厚 摔不死的 其余几个兄弟瞪了他一眼 苏洛把瘦一摊 他没说错啊 几兄弟把想法跟苏老夫人说了 就怕老人家担惊受怕受不了 苏老夫人迟疑 掉下去刚好摔到头怎么办 头线落得扭到脖子怎么办 手不小心戳到眼睛怎么办 苏岳飞无奈 温和劝道 妈你别担心 这样吧 老五去拿叶压钱了 再等等 正一片紧张中 无人看见素宝的两只小手手抓着栏杆 使出吃奶的劲儿用力一巴拉 手腕上的红绳发出微微的光芒 铁栏杆顿时一弯 生生被素宝掰弯了 素宝想脑袋一缩 轻轻松松脱困 他欢快道 我出来了 苏家众人一愣 刚刚他们都没注意素宝是怎么出来的 苏老夫人还一手抓着素宝手臂呢 都没感觉到异常 看着那弯掉的铁栏杆 苏家众人都震惊了 苏一沉面不改色 挡在了素宝前面 把那弯掉的铁栏杆挡住了 他夸道 素宝真厉害 跟外婆去吃饭吧 其余人也跟在素宝身后 有意无意地把身后的栏杆挡住 维婉脸色狐疑 素宝怎么出来的 苏家这几兄弟怎么跟防他似的 又不是他害素宝卡进去的 这都能怪他吗 维婉心底不舒服 敏唇下楼了 苏一生这才问道 素宝 这是你掰的 素宝眨眨眼 点头 是呀 苏一生忽然想起之前在邻家后院小树林里时 沐庆星即将打到素宝 然后被素宝小手扇飞了出去 当时他正好一脚踢在沐庆星身上 那时也着急素宝 所以没注意太多 现在想起来 苏一生和几个兄弟对视一眼 神色渐渐变得凝重 苏老爷自眯眼道 这件事谁都不要说出去 素宝 以后不要在别人面前把大力气表现出来 知道吗 素宝懵懵懂懂的点头 外公和舅舅们怎么那么紧张呢 大力气不是很好吗 他有大力气了 他可以帮大家一起干活 苏一辰眼神微沉 低声道 老五来了吗 苏盈儿拿着一个大钳子 嚷嚷着进门 来了来了 素宝不怕 我舅舅来救你 素宝抬头 扶着自己的脖子说道 我舅舅 我已经出来了 苏盈儿一愣 苏一声压低声音 老五把那铁栏杆都捡了 他低声把干干的事说了 素盈儿见到那弯掉的铁栏杆 人都愣住了 好 好家伙 我家素宝厉害 这么厉害 跟五舅舅去工地怎么样 素宝 好呀好呀 众人 大家以为素宝只是说说 小孩子答应得快也忘得快 可吃完饭后 素宝是真的要跟二舅舅和五舅舅去工地 素一声无奈道 你去那里干嘛 干 工地危险 邪人免禁 素宝 素宝不闲 素宝是甜的 素一声一愣 大家都不由得笑起来 果然小孩还是小孩 即便他可能懂得很多 但还是小孩呀 五舅舅素银儿猛汉少女心 抱起素宝就跑 嗯嗯 素宝不闲 素宝最甜 走走 五舅舅带你飞 素宝却挣脱苏银儿 飞快跑上楼 五舅舅等素宝 素宝换一下下衣服 苏家八子各有各的工作 大舅舅苏一城负责整个集团 三舅舅苏越飞要回单位做是非测试了 苏洛要赶去剧组 其一人专门腾出两天时间陪小奶腾过生日 现在也必须要干活 无论的二舅舅和脾气爆炸的五舅舅是同在工地的 说是包工头 却是国内的龙头基建企业 二舅舅是一个建筑设计师 平时也喜欢待在工地里 五舅舅是总监 不仅负责所有项目的落实 还要时不时去寻视工地安全 小素宝换上了一件黄色的小背带裙 背着一个十分可爱的猫咪胯包 正开开心心地准备下楼 就见维婉上来了 她立刻站住 小声说道 二舅妈早上好 素宝小心地偷偷打量自己这个二舅妈 开了天眼后 素宝忽然发现二舅妈脸上蒙着黑雾 露出两只眼镜就好像迷雾中盔似的怪兽 素宝觉得二舅妈很可怕 维婉正拿着一碗高烫面 韩瀚喜欢睡懒觉 就算是上学日也睡到十点多 平时都是维婉蹲着早餐上去给她吃 吃完好生好气哄好她的起床气 然后再送去幼儿园 看到素宝跟自己打招呼 维婉嗷了一声 忽然看向手里的汤面 汤面还是滚热的 要是po在素宝脸上 维婉被自己这样的念头吓一跳 很快针定下来 面无表情地走过去了 素宝啪啪啪地问道 师父 二舅妈脸上的是什么呀 鸡肠飘在一旁 抱着手臂说道 是死气 素宝问道 什么叫死气 鸡肠眯眼 意思就是 他杀过人 只有杀过人 悲伤过人命 并且在那人死的时候 曾待在死者身边过 才会沾上这样的死气 素宝抱紧了花里的兔子 有点担忧 忽然蹬蹬蹬地跑回房间 把小五带上了 鸡肠奇怪 你带他做什么 这鸟十分过早 一无聊就开始自言自语聊天 唱那些令人不懂的歌 比如穷哈哈 我们一起学猫叫 一起喵喵喵 你能想象一只鸟学猫叫的样子 简直是灾难 素宝说道 小五自己在家我不放心 万一二舅妈把他顿塌了怎么办 鹦鹉怂起他那一身绿毛 嘴里跟着大喊 有妖怪 不放心 不放心 素宝给他剩毛 走走走 我们快走 穿着背带裙 夸着猫咪包 扎着两条小鞭子的小奶团跑下楼 花里还抱着一只兔子一只鹦鹉 怎么看怎么忙 素老夫人不放心地叮嘱 你们看好素宝啊 子凌尤其是你 别让素宝离开你的视线 苏子凌闷声道 知道了吗 苏盈尔风风火火 走了上车 他看着奶蒙的小素宝 老夫的心都被融化了 这样可爱的小外甥女 当然要带出去炫耀一下啊 维婉正在哄喊起床 喊喊不乐意起来 他无奈地站起来 站在阳台上往下看 见苏子凌抱着素宝上车 他不高兴地皱眉 自己女儿不抱 却抱外甥女 素宝抬头正好和维婉阴暗的眼神对上 吓了一跳 立刻抱住苏子凌的脖子 苏子凌顺着素宝视线抬头 冷眼看了维婉一眼 带着素宝上车关门走了 看着车子看出庄园 越走越远 维婉不知道为什么心底秃秃的 莫名地烦躁不已 苏子凌所在的是国家基建集团 他是最高级别的建筑师 苏盈尔是总负责人 一个内一个外 是集团里两个必不可少的顶囊柱 如今两人负责城西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这个项目已经进展六年了 维婉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莫名其妙的心慌 按说当年出事那片工地早已经推进 早已找不出任何痕迹 除非那人能诈尸活过来 但这不可能 维婉吻了吻心许 缓声温柔的声音道 韩汉小公主 起床了哦 好不容易把韩汉哄着送去幼儿园 维婉回来就看到苏老夫人在一楼客厅等着他了 妈 苏老夫人指着沙发示意他坐下 一边冷着脸说道 韩汉几乎每天都是这个时候才去上幼儿园 你有没有想过别的小孩在午睡的时候 他在捣乱 维婉道 不会的吗 韩汉很懂事的 苏老夫人冷笑 是吗 这些年我心里交错没精力管你 但是现在 维婉听完一番话 起身离开时脸色难看极了 苏老夫人居然教训他 作为婆婆 又不是他妈 凭啥教训他 他又没吃他们家大米长大 干嘛要干涉他的家庭 他的婚姻 委婉满腹委屈地提包出门 找自己妈妈逛街去了 苏宝跟着二舅舅五舅舅来到工地 看到正在建的体育场 不由得娃的一声 二舅舅 这个是什么 苏子林眼底带着笑意 说道 这是新建体育场 苏宝趴在窗户边上 双眼亮晶晶 好漂亮的体育场呀 这是老天爷爷的超级超级大手表 雕下来散了吧 体育场主体是一个圆形 周围拥促着齿轮状的辅助楼 苏子林一愣 欣喜地看着苏宝 苏宝也看出来了 这是他设计了好久的 灵感就取决于机械手表 苏宝歪头问道 是二舅舅话的吗 苏子林仿佛找到了知音 嗯 是的 苏宝立刻举起大拇指 按在苏子林额头中间 二舅舅棒棒 苏子林忍不住笑了 苏宝刚刚说那句话 实在太抽中他的心了 老天爷爷的手表掉在了人间 没错呀 时间的静止和流逝 人类奋勇拼搏的体育精神 却永垂不朽 苏子林只觉得心地暖暖的 看着踢他两只小脚丫的小奶团 恨不得把他抱进花里 机场睁开眼 懒懒地打了个哈欠 说道 到了啊 来小素宝 师父教你怎么遇鬼 他抬手 把葫芦里的女鬼拎出来 手指和中指捏起 迅速在他额头上画了个鬼符 这个叫打工服 花上后女鬼给你乖乖打工 一早上就被拉出来的女鬼 能讲点道理吗 大白天的叫鬼出来打工 这打的不是工 这打掉的是他的命 啊 他早就没命了 就是在这里死的 女鬼悠悠地看着窗外 机场继续叫 一般来说 普通的鬼 游魂野鬼 怨鬼都不能白天出现的 厉鬼的白天或许出现 不过一般藏在电梯间里啊 楼与楼之间的家层里啊 对鬼就不得了了 饿鬼大白天的还能走 素宝似懂非懂得点头 机场又道 像这个丑阿姨 她就不行 等会车门一开 她就会魂飞魄散 丑阿姨女鬼 行了行了 她吵 说一次不就得了 素宝睁大眼睛 魂飞魄散 就是再死一次的意思嘛 机场道 所以现在师傅来教你一魂术 简单来说 就是把这个丑阿姨 附折到某件物品上 让她能在白天行走 一般来说 最好的道具就是雨伞 尤其是黑色的雨伞 不过这不涉及到疑魂 而且要素宝撑着伞跟着走 不方便 现在咱先找个东西 最好是轻的 能随风飞的东西 机场说着下意识地 看了鹦鹉一眼 素宝跟着看向小五 嘴里嘀咕 轻的 能飞的东西 鹦鹉仿佛能感觉到是的 嘎嘎大叫 不要拔我毛 机场 素宝安抚 不拔不拔 我们一毛不拔 一旁的苏子林 只见素宝拉开了 她小猫咪胯包拉链 不知道在寻找什么 忽然她眼睛一亮 女鬼看到她抓住了的东西 嘴角一抽 素宝抓了一个塑料袋出来 这个塑料袋 是她拿来装鹦鹉便便的 因为不能乱扔垃圾 所以她把它放在了包包里 女鬼嘴角抽搐 你该不会让我 附在这上面吧 有没有搞错 她惨得只能昏屎呆子了 素宝拿着塑料袋抖了抖 不脏不脏 一点都不脏 袋子里只有一坨鸟便便 她拿纸巾垫垫 素子林奇怪问道 素宝你在干什么 素宝一脸专注地忙着 一边说道 没什么呀 给丑阿姨擦擦 素宝的话里 一颗小草是小草叔叔 一朵花是花花小姐 素子林以为她说的丑阿姨是塑料袋 不由得按道医生孩子就是纯真 姬长在一边说道 遗魂术有点难 跟开天眼相比难的不是一个等级 小树包你先试试 不行也不勉强 素宝点头 姬长嘴里嘀嘀咕咕说了一对 然后指着女鬼 嘀吃一声 去 女鬼搜一声 附着在塑料袋上面 姬长问道 能记住吗 素宝歪着头 小脸上都是纠结 她伸出小手手 捏着手指数 好多字 一共一百个字 师父还念得好快 姬长看她这小样就忍不住勾唇 记不住就算 蜡子还没说出口 就见女鬼搜一声从塑料袋里飞了出来 素宝一脸茫然 咦 怎么飞出来了 记长 素宝双眼一亮 她知道了 她刚刚被返了 抱歉 素宝被返了 是要让丑阿姨进去 于是又是嘀嘀咕咕 女鬼趴击一魂到了塑料袋里面的纸巾上 女鬼 感觉自己的脸贴着那坨鹦鹉屎 记长已经彻底被镇住了 卧槽 这个小书包 不仅能背下 还能一次成功 这也就算了 她还能反着背 居然也能成功 记长不由地陷入华椅 车子停下 苏子凌说道 到了 咱下车吧 她抱着素宝下车 素宝手里还提着塑料袋 一阵风忽然吹来 素宝手里的塑料袋呼一声就窜了出去 看素宝好像想抓住袋子的样子 苏子凌说道 没关系 工地里有保洁阿姨 素宝无辜地捏了捏手指 不是呀 她是想把那张沾了臭臭的纸巾拿出来 另外扔掉来着 苏盈儿停好车 喷一声关了车门 迫不及待地伸手 来来来 素宝 我舅舅报 苏子凌闽纯 抬脚就走 木然说道 你一个操汉会抱孩子吗 苏盈儿急眼 你瞧不起谁 生过两个小孩了不起啊 苏子凌不理她 抱着素宝上楼进办公室 一路上遇到的同时都惊讶 苏老师 这是你女儿 苏子凌眼底闪过一丝得色 说道 我外甥你 苏盈儿插嘴 我外甥你可爱吧 她嘴角就没下来过 一路过去一路介绍 另一头 维婉和她妈妈正在逛街 吃早茶 韩汉外婆问道 怎么一大早就这苦瓜脸 维婉把苏老夫人的话说了 婆婆让我跟子凌离婚 说我交不好韩汉 说到这里 她生气地把杯子割下 说道 我真就不明白了 孩子是我生的 要交也是我来交 她凭什么说我没交好 她的韩汉很好啊 条件优渥 有点大小姐脾气怎么了 女孩子就得有点脾气 以后找了男朋友 男朋友也得哄着 没脾气容易被欺负 苏佳佳大业大 她也有大小姐脾气的资本 韩汉外婆瞪眼 她真这么说 儿孙自有儿孙福 她真的太灵不清事了 还插手你们小年轻的婚姻 果然世界上就没有哪个婆婆是好的 我跟你说 面对这种恶婆婆 你就不能服软 就没有让儿子儿媳离婚的婆婆 什么人哪这是 韩汉外婆叨叨叙叙叙 喋叙不休 韦婉郁闷道 但子林不站在我这边啊 今天早上她还带着素宝去工地了 韩汉外婆一愣 她一个小孩去工地干什么 真是无语了 子林又不是她爸爸 一个劲得粘着子林干嘛 你看吧 我就说这个小孩心机不简单 一来就抢走韩汉的一切 现在是连韩汉的爸爸也要抢呀 韩汉外婆拉着韦婉站起来 说道 走 我们去工地找找子林 韩婉犹豫 这不好吧 韩汉外婆 有什么不好的 本来就是你和子林自己的事情啊 干嘛要苏家人插手 于是母女俩就往工地赶去 工地里 一个塑料袋飘呀飘呀 停留在一处空地上 不断地打转 韩婉和她妈下车后就朝办公楼走去 经过这处空地 韩婉忽然看到空地上有个塑料袋打转 不知道怎么的心肩一跳 那个地方 就是当年里没被砸死的地方 韩婉心底一阵发毛 忽然看到打转转的塑料袋突然停下了 她有一种被塑料袋盯上的错觉 后脖子嗖嗖发冷 妈 我们快走 韩婉有些慌乱 忽然不知道哪里来的一阵风呼一声挂过 那个塑料袋哗啦啦啦地朝韩婉扑来 韩婉惊叫一声 踩着高跟鞋就跑 韩婉外婆莫名其妙 干嘛啊你 一个塑料袋有什么好怕的 话音刚落 那塑料袋呼一声飘到了前面 风停了 那塑料袋竟也停在她面前 韩婉外婆的话顿时如卡在喉咙里 韩婉害怕了 战声道 妈 就在这时候 塑料袋呼一声 砸在了她脸上 鼻息间传来一阵臭味 一坨不知道是什么屎的东西 呼在了她脸上 韩婉呼吸一致 喷一声摔倒 那塑料袋死死地捂着她口鼻 她慌乱地想把塑料袋扯下来 竟不成功 韩婉瞪大眼镜 眼看就要被一个塑料袋捂死 忽然一只手伸过来 把塑料袋扯了下去 韩婉外婆说道 没事吧 她看着那个塑料袋 又呼一声飞出去 在一米外的地方打转转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 在盯着他们似的 韩婉外婆心底也开始发毛了 农村老人家有句话 就是人走在路上 莫名其妙被轻飘飘的东西 砸到脸上的时候 那东西肯定不干净 母女俩下的脸色煞白 哆哆嗦嗦 叫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